第841章 最好的诱饵 达芬奇大人 要如何验证这两批哪一方是敌人 达芬奇身边的黑兵询问道 达芬奇说道 很简单 我出面制止后 没有停手的那一方就是敌人 他的理由很容易理解 敌人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须与尾夷的 就算想要伪装成真正的黑兵 也不可能在他下令后停火 一旦停火 就相当于失去了主动权 最后被揭穿的时候 也将面对同时两方的围攻 所以他出面后 真正的敌人非但不会停火 反而会加大火力 逼迫另一方继续战斗 如此才有可能混淆视听 这验证方法虽然简单 但是也很有效 达芬奇根本没有掩饰自己的意思 他在光明正大出面后 已经给足了这些人反应时间 无论双方是敌是友 必然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到来 所有人 停火 达芬奇率队从西侧大道登场 在他的身后 是排列整齐的黑兵 在登场的同一刻 达芬奇以及率队的黑兵们 一起散发出浓烈的信息素 朝着前方的战场 直接压了过去 这也是一个验证敌友的手段 能够在第一时间 敏感反应般 共同配合形成信息素屏障的 那一批人是黑兵 因为黑兵在无数任务中 早已形成了配合默契 而且信息素相似 比单打独斗的老鼠更加协调 一般的老鼠精锐模仿不了 然而令达芬奇现状尴尬的是 在他出面喝止后 双方非但没有停手 就连形成信息素屏障 也是差不多迅速 枪声反而更加激烈了 在达芬奇的感知中 前方的战场上交战的双方处 各升起一道 由群体散发信息素后 形成的高浓度信息素屏障 轻易地挡住了 他率队朝前方压去的信息素 达芬奇身边的黑兵出声道 达芬奇大人 好像没有效果 废话 达芬奇不瞎 他自己也能看到 继弗雷德之后 第二任副官也倒在了前方的血泊中 达芬奇实在不想提拔第三任副官了 主要是没有什么意义 矮个里面拔将军是没错 但剩下的黑兵已经没什么能力了 前方两道信息素屏障 实在是太有黑兵的风格了 达芬奇一时间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无论是哪一边 看起来都像是真正的黑兵 但是真正的黑兵 为什么会互相交战 在疑虑中 达芬奇接着喊道 都没有听见吗 我是达芬奇 黑兵停火 否则一律视为敌人 达芬奇挥手 后方的黑兵 一起举起了手中的枪械 全都叙事待发 跟在达芬奇手下的黑兵 实力都不错 所以他才有底气喊出这句话 此时此刻 有一个人影躲藏在暗处 偷偷观察着现场的情况 此人正是杜菲 十分钟前 祝诗九对他叮嘱过一番 听好了 杜菲 由于现在通讯在庄园内无用 所以我只能提前安排你接下来的任务 你的任务是在达芬奇出面后 充当导火索 将达芬奇也拉进战场 方法我已经给你演示过了 只要在恰当的时机开暗枪 达芬奇就会被逼交火 杜菲问道 那什么样才算是恰当的时机呢 就在三方性稀素的僵持到了顶峰为止 杜菲看着瞄准镜 嘟囔了一句 现在算是合适的时机了吧 杜菲也问过祝诗具体的时机该如何判断 但祝诗九却只跟他说具体时机自己把握 现在 现场的性稀素浓烈到令杜菲胆寒 而且 随着三方的僵持 性稀素的浓度还在不断攀升 他的手指轻轻放在了扳机上 战场中 达芬奇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刺激 那是第六感传来的危险预知 瞬间令他头皮发麻 好似被毒蛇盯上的那一瞬间 下一刻 隐藏在暗处的毒蛇就要扑出来似的 肾上腺素在瞬间爆发 达芬奇立誓一个翻滚 一枚子弹从前方射来 带起一小股裂锋 从他的脸颊侧侧旁穿梭而过 别开枪 达芬奇在一瞬间 判断出子弹射来的诡计 大喊出声 他察觉到了 子弹射来的方向并非是前方的两批黑兵 而是来源于另外一个角度 但已经晚了 他喊出来的那一瞬间 三方僵持的性吸塑 早已经敏感到了极限 在这种敏感的情况下 杜菲射出的那一枚子弹成了导火索 而达芬奇的闪避 也成了三方僵持的性吸塑领域中 唯一的破绽 几乎是同时间 正在激烈交火的两方黑兵 不约而同的 有部分黑兵调转了枪口 子弹朝着达芬奇等人的方向倾泻而去 枪战已经没法停下了 纵然达芬奇第一时间喊出别开枪 但面对密集的弹幕 就连达芬奇自己也抽出枪械 朝着对面的两方黑兵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哒 枪声不绝于耳 躲藏在暗处的杜菲 深藏公羽名后 悄然退去 任由他们如何激烈交战 接下来就跟他无关了 祝师九也曾告诫过他 一旦三方混战开始 他就不要久留原地了 因为毕竟他躲藏的地方也是一处掩体 也处于混战的范围内 杜菲悄然远离战场 朝着庄园外围区域撤离 与此同时 祝师九那边也率队赶到了 只不过 他们位于交战地点的视线死角 交战的双方看不到他们 他们也只能听到越发激烈的枪声 祝师九下令让黑兵们驻足 对一旁的临时队长说道 前方交战激烈 如果贸然插足进去 很有可能会破坏局势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 我们先在周围布置包围圈 然后向中心收缩 祝师九三言两语 就布置了一个战术 简单来讲就是 不露面向中心收缩 但布置包围圈需要时间 但现在时间紧急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诱饵 出面拖住他们 临时队长听后 立马站出来 我来吧 祝师九摇头 最好的诱饵不是别人 而是我自己 黑兵们看向祝师九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身为黑兵要以任务为重 不过我出面后 我需要叮嘱你们几句 由于场况可能会出乎 我们意料的复杂 我出面后 敌人可能会十足警惕 祝师九看着黑兵们说道 所以我要跟你们约定一个暗号 每当我说不要开枪的时候 意思就是 全员开枪 当我说都给我停下的时候 意思就是 向前冲锋 当我说撤退的时候 意思就是 不要给敌人撤退的机会 听明白了吗 黑兵们肃然点头 明白 祝师九满意地点点头 很好 那我走了 如果我十分钟得没回来 你们就执行战术吧 说完后 他向前一个闪身 消失在了转角掩体后方 后方的黑兵们 也都纷纷开始行动起来 缓缓向中庭展开了一个包围圈 第842章 徐指挥长不见了 十分钟后 黑兵临时队长注意了一下时间 达芬奇并没有出现 时间到了 执行战术 他们不知道的是 祝师九在向中庭前进消失在转角后 并没有加入战场 而是向另外一个方向 特意绕开了中庭 远离了中庭的战场 而在这群黑兵看来 中庭的枪声已经代表了一切 大概是中庭的战场太过激烈 以至于达芬奇大人脱不了身吧 接下来 就该他们发挥作用了 与此同时 在中庭的达芬奇 愈发觉得 事情脱离了掌控 三方莫名其妙 混战起来也就算了 他还感知到了 此时在中庭周围附近 萦绕着一圈 如同薄雾般的性吸塑 乍一感知 会让人误以为是错觉 但仔细感知下 达芬奇却明白了 中庭被包围了 怎么回事 外围的黑兵到底在干什么 还是说 已经团灭了 达芬奇第一时间想到的 自然是外围的黑兵被团灭了 以至于敌人竟然侵入到 如此之近的距离来 他根本没想到 现在包围中庭的 竟然是他手下的黑兵 不只是达芬奇 另外两方黑兵 也察觉到了异常 敌人包围了中庭 虽然那很不可思议 令他们忍不住怀疑 外围的黑兵 全都是不干事的废物 但他们 确实感知到了性吸塑 而包围中庭的原因 已经很明显了 这个假达芬奇 没能够成功迷惑他们 所以也就不装了 想要加大火力 把他们干掉 但是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 这些敌人的数量 竟然这么多 一方面能够在冒牌 达芬奇率领下 跟他们交战 另一方面 还能够包围他们 这数量远远超出了 他们的预计 在枪声激烈的战场上 中庭位置的花草树木 都已千疮百孔 三方混战的黑兵 在场上不断游走 子弹密集穿梭在空气中 留下浓烈刺鼻的消烟味 这消烟味 在一定程度上 干扰了正在交战的 黑兵们的嗅觉 甚至连性吸塑 都有些迟钝 而在消烟之外 注尸九带来的黑兵 包围圈在沉默中登场了 达芬奇侧身躲开 数枚子弹 虽然依旧毫发无损 但身形显得很狼狈 他抽空朝着 从四面八方出现的黑兵一眼 随后思维出现了 一瞬间的停顿 因为这些黑兵 竟是他留在外围警戒的 另外两支队伍 他在率队前往中庭的时候 分明让侦察黑兵 传讯给那两支黑兵队伍 让他们向中庭收缩警戒 但并没有 让他们靠近中庭 达芬奇越发不理解现状 朝着对中庭形成包围圈的黑兵喊道 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黑兵临时队长 站在西侧的一棵树后 他一到场 就看到了现场的混战 心想 场况果真如同达芬奇大人所说的 很复杂 因为他们竟然一时间分辨不清 到底谁是敌谁是友 听到达芬奇的喊话后 临时队长也喊道 达芬奇大人 我们前来支援了 支援 谁他妈叫你们来支援了 这很明显 不是黑兵的自作主张 达芬奇知道 若没有命令 黑兵是绝不会擅自靠近 中庭加入战场的 所以现在有两种可能 要么这群黑兵 也是敌人伪装的 要么就是有敌人冒充成 他给这群黑兵 下达了错误的指令 而正在混战的隐蔽机动部队 看到达芬奇 跟包围他们的黑兵成功对接 心中冷笑 果然是这样 这些人果然也是敌人 他们隐隐加大了信息速输出量 场况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了 他们想要尽快结束战斗 现在三方激烈交战 容不得达芬奇细问 虽然可能性有两种 但想要破解却很简单 他果断朝着黑兵 临时队长大声喊道 撤退 达芬奇想得很简单 如果是有人冒充 他给这群黑兵 下达了错误的指令 那么 只要自己重新给他们 下达正确的指令 这群黑兵就不会轻举妄动 如果这群黑兵也是敌人 那么他们 自然不会轻易撤离 他的命令 可以验证他们的立场 只不过 如果可以的话 达芬奇更期待的是前者 可惜现状 正好与他所期待的相反 黑兵临时队长 回想起达芬奇 跟他们约定过的暗号 当达芬奇大人说撤退的时候 意思就是 不要给敌人撤退的机会 他举起手挥了一个手势 这群黑兵并没有第一时间撤离 反而将包围圈围的更紧密了一些 散发出来的信息素 也越发浓郁 达芬奇见状 心下微沉 果然 这些也是敌人吗 只不过 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观望 是想要等 他们三方混战结束 坐收渔翁之力吗 达芬奇在思考间 在枪林弹雨中 听到了黑兵临时队长的喊话 达芬奇大人 现在我们该怎么做 达芬奇都懒得理 这群假装成黑兵的敌人了 从他们不听指令 就可以知道 这群敌人 不会是他手下的那批黑兵 现在继续跟他们对话 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 要再试一试吗 达芬奇犹豫过后 决定还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冲着林弑队长喊道 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的意思 就是 全员开枪 这下不需要 黑兵林弑队长的指示了 他们直接全部举起了手中的枪械 连思索都不需要 直接朝着战场上 一顿猛突倾泻子弹 草 达芬奇觉得 违背理性去相信 那一丝微小可能性的自己 就是一个傻逼 场面变得愈发混乱了 包围黑兵开枪了 被围攻的黑兵自然要回击 场上的火力变得愈发猛烈 三方混战变成了四方混战 然而没有人料到 其实还有一方没有出手 那就是 一开始遇到副官的那一支隐蔽机动部队 他们从做事副官重担 从他们面前经过而不理会 到最终发展到四方混战的局面 是一点理解不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们无法分辨场上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因为在他们的感知当中 每个人的信息速 都像是真正的黑兵 根本辨认不出来 不行了 这样下去的话 战火会波及到后方的 硬币机动部队队长 招来一个黑兵 吩咐道 你将现状汇报给徐指挥长 请求下一步指示 是 黑兵速度出发 这里本来就是中庭 距离地下指挥室已经很近了 全速出发 连一分钟都不需要 就可以抵达 然而 令隐蔽机动部队队长 意想不到的是 很快 黑兵就去而复返了 并带来了一个 也不知是好是坏的消息 徐指挥长 不见了 第843章 庄园外的守株待兔 徐指挥长 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消失 他带走了囚犯苹果派 以及护送他的两名精英 黑兵风筝和圣经 据其他留在中庭的黑兵描述 徐指挥长是 主动离开的 并没有谁胁迫 至于具体去向 没有人知道 隐蔽机动部队队长 看向场内混战的四方 呢喃道 徐指挥长 这状况 到底要怎么办 与此同时 从中庭撤离的杜飞 在庄园的外围区域 跟助施九的约定地点 见到了正在脱下 仿真人皮的助施九 杜飞笑嘻嘻地朝 助施九进了个礼 助施九 成功完成任务 助施九瞥了杜飞一眼 擦去仿真人皮脸上的妆容 仔细端向了一番 看样子 还能用个两三次的样子 杜飞扒拉了一下助施九 怎么不理我 助施九淡淡的 没什么 你能完成任务 在我的预料之中 没什么好惊讶的 难道我这么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 真棒真棒 助施九敷衍地夸奖了两句 杜飞很想给助施九一记老拳 好在强忍住了 他接着问道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中庭的战场相当激烈啊 难道是要等他们全都打完了 我们再上吗 还是说有什么可以直接绕过中庭的手段 助施九摇头 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不去中庭 杜飞惊讶 不去中庭 为什么 在他的理解当中 他们在庄园做了这么多事 好不容易让黑兵在中庭自相残杀了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混乱中抵达地下指挥室 结果现在助施九却说不去中庭 这是为什么 正常来讲 任何人只要看到庄园中庭的乱象 就会相信我们的重心放在中庭上 然而我们自己要知道 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徐峰 但现在的徐峰 根本不在地下指挥室 他还带走了苹果派 杜飞对助施九 这种神奇的预测未来能力 已经见怪不怪了 还是忍不住说道 这你都知道 因为事实如此 助施九将仿真人皮贴身放好 说道 所以 我们只需要在徐峰会出现的地方 守株带兔 自然能够等到徐峰的到来 哪里 杜飞看到助施九摊开了一张地图 仔细一看 这是庄园及其周边环境的简笔画图 虽然笔画很简略 但很清晰 这是我画的地图 花费时间不太多 你能够理解就行 徐峰会出现的地方是这里 助施九在地图上点了一下 杜飞一看 庄园外 卧槽 我怎么没想到 说实话 助施九指出来后 杜飞都要感叹自己的愚蠢了 因为 他刚才想遍了庄园内的每一处角落 唯独没有想到 徐峰会离开庄园 但不用仔细想都知道 这其实很合理 因为庄园内的信号被屏蔽 那么只要离开庄园 就能够联系到黑兵组织去求援 这明明是很符合逻辑的发展 他却下意识忽略了 就在杜飞还在反思自己的时候 助施九说道 你会忽略很正常 不是因为你愚蠢 而是徐峰给我们设下了思维惯性的陷阱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徐峰的应对 是收缩庄园内黑兵的防线 让大部分黑兵都集中到了中庭位置 甚至中庭的防卫圈严密的不像话 这看上去没问题 但却是徐峰故意让我们的视线集中在中庭 反而忽略了其他地方 徐峰的安排骗过了杜飞 但却骗不过已经经历过一次扑空的助施九 思维惯性很容易造成盲点 在中庭严密的防卫下 人谁都知道徐峰现在位于中庭 离开中庭反而不安全 正常人都会这么想 可惜徐峰不按套路出牌 徐峰身边的保卫力量呢 助施九回答 两个精英黑兵除此之外没有了 杜飞有些紧张 我的实力好像还不足以跟精英黑兵战斗 助施九一笑 本来也没想让你跟徐峰身边的精英黑兵战斗 他们的性吸塑能力算是很麻烦的了 一般的精英黑兵也对付不了他们 要不是这样的话 他们也没法成为徐峰身边的守卫人员 杜飞忽然间不紧张了 抿着嘴看向助施九 能赢吗 助施九不假思索 笑道 会赢的 虽然已经输了很多次了 但这一次会赢的 庄园外 徐峰头也不回地走在林间小路上 他当然没有选择大路 而是从庄园后方登山而行 并不是因为他去的地方有什么秘密武器 或是陷阱等着敌人 而是一切都为了隐蔽 徐指挥长 庄园的枪声好像又激烈了几分 由于才离开庄园不久 所以风筝能够清晰听到庄园的枪声 从声音上判断 至少有30名以上的持枪者在对射 圣经说道 大概是敌人加大了攻势吧 敌人现在的视线全都集中在庄园内 他们绝不会猜到 我们已经把苹果派带出来了 说是这么说 但风筝却总觉得 徐指挥长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带苹果派离开庄园后 向组织求援 徐风回头望了一眼 而后平淡地对身边两个精英黑兵说道 现在开始注意戒备周围情况 风筝和圣经对视一眼 纷纷展开自身信息诉 尽管他们一路上都已经最大能力 确认没有人跟踪 也确认没有任何电子设备监视 而且挑选的是密林道路 但徐指挥长这么说了 肯定有缘由 然而展开信息诉后 也依然没有察觉到异常 二人并没有收回信息诉领域 而是维持着展开状态 朝前赶路 平淡很快就被打破了 在某一瞬间 风筝和圣经的视线同时转移到某一个方向 他们身体的肌肉也在同一时间紧绷起来 有人 风筝轻声说道 是敌人 圣经跟着说道 他们二人将徐风保护在身后 视线紧紧盯着前方 敌人并没有特意展开信息诉 也没有刻意掩饰 他们就好像不关心自己会不会被发现一样 大喇喇地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整座密林被风吹得萨萨作响 尽管没有看到敌人的身影 但风筝和圣经已经知道敌人的位置 他们举起枪械 朝着前方戒备起来 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一人从前方的密林中缓缓走出 脸上带着一个只有小孩子 才会在路边摊上买的青蛙面具 显得十分滑稽 然而 风筝和圣经 可一点都没有想象的意思 敌人既然能够守住带兔一般在前方等着他们 就代表敌人对他们从庄园内离开的路线一清二楚 恐怕早已跟着他们了 只不过 他们之前的感知都没有感知到这名敌人的存在 同时 避开两名精英黑兵全力以赴的感知 这种恐怖的信息诉隐秘能力 如果敌人不想让他们发现 那他们从始至终都会被蒙在鼓里 可现在敌人主动出现了 这代表什么 徐指挥长 小心 这个家伙 可能很强 第844章 风筝的信息诉能力 强大的敌人 祝师九才刚一登场 就被打上了这样的标签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风筝和圣经都是精英黑兵 而他既然敢毫不避讳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自然是有一定底气 更别说庄园内制造了如此大的动荡 其实就是为了逼徐峰离开庄园 直至现在这个局面 他的出现 本身就代表了敌人的王牌的最高战力 事到如今 还不肯露面吗 风筝轻蔑嘲讽地说了一句 身体却很诚实地紧绷着 好似下一刻就要报警 他注意到 对面这个敌人 站姿很松散 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他和圣经的反击 到底是胸有成竹 还是须有其表 风筝放在扳机上的手指 蠢蠢欲动 他很想试探一下 圣经却没有轻易开枪 因为他想到 既然这个男人可以在之前 全程遮掩性吸塑跟踪他们 轻易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敌人也是如此 他现在手上提着昏迷的苹果派 身边还有一个徐指挥长要保护 如果有更多敌人的话 估计局面会更加严峻 所以他不能轻易出手 反而要全神贯注于 赶知周遭的一切 防止意外发生 与之相对的 作为跟敌人直接对垒的风筝 反倒要尽全力速战速决 如此才能更大程度避免敌人的后手 别废话了 风筝 赶紧出手吧 圣经催错了一句 砰 风筝的身影 如同离弦之剑一般快速窜出 脚下的泥土 都被强大的力量 向后掀起一大块地泥 而伴随着他向前爆发冲刺 他也举起了 枪械朝前方扣动了扳机 子弹从他的残影中飞射而出 在空气中拖曳出一道 带着死亡气息的轨迹 正常精英黑兵 在这个距离下 想要闪躲这枚代表 同等级精英黑兵巅峰精准枪法 也需要实力加运气 敌人能够躲开吗 很快 风筝便得到了答案 敌人仅仅只是 一个小小的侧身 这枚子弹边落空了 射在了他身后的树上 这个戴着青蛙面具的男人 他的闪避动作 是在他扣动扳机的一瞬间做出的 如果仅仅只是预判是闪避 闪避动作太早的话 风筝也会在扣动扳机前一刻 顺势改变枪口朝向 如果闪避动作太晚 那这枚子弹 至少也能够给对方造成伤害 然而 偏偏是在他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 这个男人进行了 闪避 青蛙男队实际的把握妙得豪颠 这是只有与之战斗的风筝 才能体会到的铁一般的事实 风筝并没有拖延时间 他没有察觉到 敌人性吸速爆发的痕迹 对方只是任由性吸速在深周浮游 根本就不像是在警戒的样子 所以如果想要速战速决 最好能够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开枪的下一刻 风筝性吸速爆发了 从时间衔接上来说 简直就是无缝衔接 正常人都不会想到他的性吸速 会在开枪之后瞬间爆发 这就相当于 还未完全试探出敌人的全部实力 就将自己的底牌给交代了一样 可对于戴着面具的注尸酒来说 这反而是风筝最为棘手的地方 他已经在风筝手上 折几尘杀好几次了 风筝是抱着极其强烈的信念 跟他战斗的 所以一开场就毫无保留 用最大的实力逼出他的实力 就算生死 也能让身后圣经 看到敌人的实力 而且 风筝的性吸速能力也十分恐怖 就跟苹果派身为精英黑兵 有一手独特的性吸速撕线能力一样 风筝也有 其他精英黑兵没有的特殊性吸速能力 他的性吸速 是有麻痹毒素的 在多次跟风筝交手后 回荡的那些周末中 注尸酒发现了 只要自己的性吸速延伸出去 接触到风筝的性吸速爆发后 产生的余波 自己的身体 就会不受控制的麻痹 虽然很不可思议 性吸速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检测的 更接近于抽象的事物 怎么会蕴含麻痹毒素呢 经过注尸酒一次次的亲身体验和感知 终于窥见了 风筝性吸速中蕴含的秘密 风筝的性吸速中的麻痹毒素 并非类似于普通的麻痹毒 只是的性吸速本质很特殊 从感知上容易欺骗敌人的大脑 众所周知 每个人的性吸速都是有区分 可以说就跟人的指纹一样 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就算再怎么模仿 只要性吸速感知足够敏锐 就能够将他人跟自身的性吸速区分开来 现在的注尸酒 但从性吸速上论 已经站在了黑兵的顶点 因此正常来讲 不会存在能够在他面前伪装性吸速 还能骗过他的存在 然而 风筝的性吸速就特殊在这里 在风筝性吸速爆发的时候 他的性吸速就成了一种无属性 很容易被敌人的性吸速同化的东西 即完全驱除了风筝 这个人本身的特质 成了无主之物 只要注尸酒的性吸速 接触到这无属性 的性吸速 这些性吸速 就会好似被感染了一样 快速转化为注尸酒本身的性吸速 跟注尸酒的性吸速掺杂在一起 不分彼此 而性吸速必须有据有回 才能够给人带来性吸 第六感感知危险 也是基于这个原理 但问题是 当注尸酒收回性吸速的时候 身体自动接纳了风筝性吸速 这就等同于将杂志主动纳入体内 可就算风筝的性吸速在 怎么像它的东西 但终究是一种 无法被它调动的性吸速 于是 当性吸速滞留在体内 无法排除 甚至随着它的性吸速波动 而胡乱在体内游走的时候 它的身体 就会传来被麻痹的感觉 这就是风筝性吸速爆发后 自带麻痹毒素的原理 注尸酒 也是经过好几次分析 才能搞懂其中的原理 对没有见过的人来说 绝对是初见杀 甚至这其中的原理 也只有很少人才知道 因为见过的敌人都死了 自然流传不出去 不过想要破解 却很简单 只要封闭性吸速 不去主动接触风筝的性吸速 然后战斗就行了 真是麻烦的性吸速能力啊 注尸酒沙哑着声音说道 而后风筝 就感知到了 这个青蛙男 竟然在动身的那一刹那 收敛了自身的性吸速 将所有的性吸速波动 全都封印在了体内 没有一丝一毫外泄 放弃了性吸速感知能力 跟我战斗 这是自寻死路啊 风筝直接抬手就是一枪 然后就发生了 他不理解的阴幕 在失去性吸速感知能力的情况下 青蛙男竟然依旧 像是感知到了危险一样 瞬间闪身避开了子弹 并朝他的方向 快速接近而来 怎么回事 风筝又连开树枪 青蛙男的走位相当风骚 每次都是险之又险地 在极限距离之下 闪避开他的子弹 竖枪结束后 青蛙男已然到了他的面前 距离他仅仅只有一个跨步的距离 在精英黑兵级强者之间发生的战斗 远程距离的武器 最大程度被削弱了威力 反倒是近身战斗更加有效 风筝果断将枪械向后一抛 扔在了圣经手上 朝着青蛙男轰出炮弹般的一拳 第845章 谋划与阳弓 面对风筝凶猛的一拳 注尸九仅仅只是伸出手 五指张开 便轻松捏住了风筝的拳头 风筝的棘手之处在于 他的性稀素 而并不在于他的身体 单论身体素质 风筝仅仅只是 排在精英黑兵当中的中流水准 这种水平足够注尸九对付了 而风筝也通过这一拳感受出来了 这家伙的身体素质很一般 风筝一边朝着注尸九猛攻 一边向后方的圣经喊道 圣经却很严肃地看着 正在跟风筝交战的青蛙面具男 立刻喊道 不要掉以轻心 你真觉得 一个能够不凭借性稀素 就能跟你不相上下的 精英黑兵级强者 身体素质很一般吗 风筝刚想说什么 注尸九就沙哑着声音开口了 果然还是不能把战斗拖太久了 否则老底都要被你们看穿了 话音刚落 注尸九的动作凌冽了几分 风筝顿时吃力了许多 原本他是攻势猛烈 现在被迫转为防守 圣经在后方说道 果然是保留了实力 一开始是想把我打个措手不及吗 而现在跟注尸九交战的风筝 却依然觉得 这家伙的这身体素质 其实也就跟自己差不多 圣经之所以不这么感觉 只是因为他是旁观者罢了 只不过这家伙虚张声势 刚才又顺势抓住了他一个破绽爆发了一下 才让圣经的判断更加坚定了 风筝很想告诉圣经 这是错误的判断 错误的判断 在后续的战斗中 很可能会致命 然而 风筝却开不了口 因为自己的第六感正在疯狂预警 仿佛告诉自己 只要稍微一分神 就会被抓住破绽 一击毙命 事实也的确如此 风筝才刚抬起胳膊 抵挡住注尸九的一拳 胳膊酸痛之下 刹那间失去了一刹那的重心 这时间真的是很短暂 转瞬即逝 哪怕是顶尖的近战高手 都无法在瞬间捕捉到这一丝破绽后 反应过来在针对破绽强攻 但注尸九却做到了 因为他本质 就不是看到破绽后 抓住破绽 而是等待破绽的到来 并抓住破绽 所以根本不需要任何反应时间 在风筝失去重心的那一刹那 注尸九拳头张开形成手刀 在空中忽然间一个折向 手刀便冲着风筝的喉咙 快速刺去 不好 风筝及时反应 但这一手刀实在是太快 它也只能以最快速度 绷紧喉部肌肉 同时身体向后撤去 想要最大程度消利 手刀宛若蜻蜓点水一般 在风筝的喉部一点过 风筝知道自己的声带被损坏了 只能尽力朝前方吐出一刀血剑 但这刀血剑 却没能起到任何作用 血剑射在青蛙面具男的面具上 青蛙面具男丝毫没有动摇 太强了 这家伙的强大之处 不在于他的身体素质 而在于他对时机的把握 风筝从一开始攻势猛烈到 现在生死命悬一线 全都是因为一次微小的破绽 如果圣经不了解这一点的话 后面肯定也会因为 同样的原因被打败 圣经 快逃 如果他的喉咙没有受伤的话 他一定会跟圣经喊出这句话 他已经预见到了 这不是圣经能够对付的对手 风筝本就处于性吸塑爆发状态 在受伤状态下 自知已经没有退路的 他终于下定决心不再保留性吸塑 彻底爆发了自身全部的性吸塑 现在的他 感官敏锐到了极限 青蛙面具男的攻势 瞬间在他眼中变得缓慢了许多 甚至他都能看到 许多转瞬即逝的破绽 但他只能维持这个状态一分钟 一分钟后 他就会像失去水的鱼儿一样 性吸塑快速跌落 没有性吸塑的他 只有死亡 一个结局 所以必须在性吸塑全力爆发的状态下 击败这个敌人 再不济 至少也要对敌人造成伤害 风筝撕哑着喉咙 朝住失酒咆哮 可惜声带受损 话语根本就不成形 全身上下的性吸塑 也朝着眼前这个青蛙男 疯狂挤压了过去 拼了命也想要将自身的性吸塑 灌输到敌人的体内 然而竖拳竖腿过去 双方已经近战了十几个来回 风筝却依然没有做到 怎么回事 这家伙的性吸塑防御等级 竟然有这么高 风筝并不是没有碰到过性吸塑强大的家伙 但还是头一次碰到 就算他全力爆发了性吸塑 却半点也侵入不得的家伙 简直就像是敌人自身的性吸塑 已经在体内形成了一道坚硬的铁壁 而他的性吸塑则 则像是流水一般 从铁壁上流过 却留不下半点痕迹 又是一个威胁点 风筝心中的危机感更胜了 注尸久显知又显低避开风筝的拳脚 甚至还有空调整一下脸上的面具 以防脱落露出真容 他冷声开口预言 你将在十招后被我重伤 什么 太狂妄了 风筝差点没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后 他估摸了一下自己的剩余的时间 心里骂倒 自己的性吸塑全力爆发 就算时间已经过去半分钟 但以现在他全力出手的速度来判断 怎么可能只能撑十招 这说法简直就像是 现在就已经宣告了他的失败一样 不过也正是因为注尸久的这一句话 风筝出手的一瞬间出现了停顿 这里就是破绽 注尸久沙哑的声音在风筝的耳边响起 风筝一拳挥出 胸门大开 而注尸久正好栖身而上 此时 风筝平静地看着靠近的注尸久 竟是为做任何防御动作 甚至连一丝闪避的意思都没有 似乎就要任凭敌人的拳头 印在自己的胸口 如果是你的话 应该能注意到吧 圣经 风筝在心中默念 没错 这是他故意留下的陷阱破绽 就等着注尸久主动踩坑 在短暂的交手中 他发现这个敌人最大的优势 就在于那种超乎寻常的实际把握能力 只要看到了破绽 就绝不松口 所以反过来讲 只要主动将破绽设置为陷阱 就能够引诱这个男人上钩 风筝在信息速爆发的时候 开始有节奏的波动自身的信息速 用信息速波动向圣经传递了暗号 实现传递暗号的前提是 敌人不能察觉到信息速波动 而由于风筝的信息速本身自带麻痹效果 因此青蛙男封闭了信息速 从而根本无法察觉到风筝的信息速波动 风筝的暗号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就顺利传递出去了 暗号的内容很简单 我会找机会用身体遮蔽敌人的视线 引诱敌人上钩 你要趁此机会开枪 现在这个时刻 风筝相信圣经能够意识到就是现在 他的前一招看似在闪避敌人的攻击 实则挡在了敌人跟圣经中间 遮蔽了敌人看向圣经的视线 敌人看不到圣经 自然也就没法明白 圣经已经在他身后抬起了枪 狂妄之徒 是我赢了 风筝看到敌人的逐渐靠近他胸口的拳头 心里已经开始宣告自己的胜利 同时他也准备平静地接受死亡 然而下一刻 风筝先感受到了一阵风声 随后就看见敌人的拳头在他的胸前轻擦过 碰 一声枪响 子弹穿过风筝的腰侧 穿破了腰部的血肉 去世不减地从敌人身旁穿过 射在敌人身后的一棵树上 建设起一大块炸裂的树皮 阳弓 风筝瞬间判断出 敌人看破了他的谋划 攻向他的胸口 只是一招阳弓 实则重心在于闪避 但是 信息素封闭的敌人 怎么可能感知到圣经的开枪 看穿他的谋划 第846章 密林之战 风筝捂着腰部的伤口急速后退 鲜血鼓鼓地从指缝间流出 染红了整个手背 然而 注尸九却没有趁机进攻 怎么了 很惊讶吗 以为我封闭了自身的信息素 就感知不到你的信息素了 注尸九沙哑着声音威慑道 没用的 这算是你的第一招吧 接下来 我要继续进攻了 这说的是什么话 封闭了信息素 怎么可能继续感知到信息素 风筝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 但时间容不得他思考 既然来按得不行 那就直接鸣上吧 注尸九继续栖身而上 风筝则是快速向后 跟对方拉开距离 将更大的空间 留给了十克持枪的圣经 圣经 开枪 风筝用手势快速给圣经打了信号 然而奇怪的是 圣经却没有第一时间开枪 因为他不知道 圣经现在遭遇了什么 并不是圣经不想帮助风筝 而是敌人的身法实在太过飘忽 每当他想要扣动扳机的时候 对方身体的重心便会突然变化 或是直接从他的瞄准中脱离锁定 短短数秒内 对方已经脱离了他十几次锁定 而且十几把握的恰到好处 他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 完全被这个男人掌握了 就好像敌人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一样 锁定不了 圣经喊道 当然锁定不了 因为我全都感知得一清二楚 注尸九继续沙哑着声音说道 不可能 明明都封锁了信息素 风筝依然不敢相信 尽管对方表现的 就像是用信息素 感知了他们两个人的一举一动一样 提前避开了危险 但风筝的信息素 可是全力在感知对方的情况 分明感知到对方 连一丝一毫信息素 都没有向外延伸出来 所以 怎么可能如对方所说 感知的一清二楚 风筝一边走位 一边思考所有的可能性 他也在忌惮着 跟对方直接交手 毕竟 无论敌人是不是在说大话 都已经做出了十招之内必胜 的宣言 风筝姑且认为 敌人肯定是有什么确定 能够对付他的杀招 这个家伙 到底是怎么如同 魏捕先知一般 感知到所有危险呢 近战自不用说 就连脱离视线的 圣经的偷袭开枪都能够提前规避 很奇怪吗 也对 毕竟黑兵最强 也是最大的弱点 都是同一个 你会意识不到 也很正常 风筝喉咙受损 无法询问 但注尸九却主动揭晓了答案 信息素 黑兵太过依赖信息素了 反而忽略了人本身的无感感知 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触觉 五种感官决定了普通人类 能够规避危险的极限 而黑兵进一步强化了 这种规避危险的能力 反而却更依赖于信息素 信息素是那么万能的东西吗 圣经代替风筝 跟注尸九对话 你是想说 你是用普通的无感 来感知到危险的 话还未说完 圣经就直接开了一枪 没有命中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就连全神贯注 都无法命中敌人 纯靠运气的随意一枪 自然不可能命中 真是卑鄙啊 竟然搞偷袭 注尸九笑着说道 没有偷袭成功 就不算偷袭 圣经一边跟注尸九胡扯 一边寻找下一次机会 答案的确如此 我就是靠着无感来感知危险 你们相信与否 都与接下来的战斗无关 注尸九瞅准机会 再度朝着避战的风筝 冲刺了过去 砰砰 圣经又开了两枪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注尸九只是身形一闪 两枚子弹 便分别从他的胸口和脖子旁擦过 甚至都没有接触到 他的一根汗毛 没用的没用的 风筝 你还要继续避战吗 这也是没用的 风筝尽管已经在截力闪避 但他的身后就是圣经和徐峰 他若在闪避 这个男人就会绕过他 冲到后方了 所以他只能迎面朝着注尸九 对冲了过去 风筝双腿纷飞 在冲刺的过程中 用脚尖挑起一大块泥土 直接朝敌人的面门 糊了过去 注尸九戴着青蛙面具 风筝挑起的泥巴 精准地快速射向注尸九的双眼 不过注尸九头微微摆动 泥巴便落在了他的额头上 看上去很狼狈 这一招会起到作用 他只是想给对方造成 哪怕一点点的干扰而已 在注尸九摆头之际 风筝的手快速朝着胸口一抹 胸口上的一枚扭扣 便被他扯了下来 中指和食指夹住扭扣 隐蔽得朝注尸九的脖子处弹去 别小看精英黑兵的直立 精英黑兵两根手指同时发力 足以将一枚扭扣射出子弹的效果 只不过缺点是 破空声也十分明显 第二招了 注尸九喊道 顺手一抬 食指和中指间 便夹住了射来的扭扣 致近的距离 竟然也能夹住 风筝正这么想着 双方之间的距离 已经不足一步 扭扣重新被注尸九射了回来 风筝尝试躲避 却反过来成了他的破绽 注尸九扭转腰腹 牵动背部肌肉 冲着风筝轰出一拳 空气中响起一阵暴响 风筝勉力格挡 却感受到了胳膊肌肉撕裂的痛感 之前那不是他的权力吗 风筝泄力的同时 注尸九手一扭 闪电般握住风筝的手腕 第三招 糟糕 风筝试图回击 下方却突然间传来一道进风 重新被注尸九的一记高抬腿破坏 第四招 第五招 第六招 第七招 砰砰砰 闪电般接连三拳 风筝手腕被掐住 根本必无可避 只能被迫格挡和泄力 纵然如此 他的身体也依旧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爆发了的性稀素 根本没能给他带来一点帮助 爸 注尸九行事大好 却突然间松开了风筝的手腕 一脚蹬在风筝的胸口 自己则是倒飞了出去 而随着他的倒飞 一枚子弹从二人中间穿过 果然不会这么简单吗 圣经很平静地继续瞄准 他以风筝为诱饵 还想着 敌人会在这个时候放松警惕 可惜敌人一点破绽都不愿意给 风筝胸口重伤 肋骨都感觉断了几根 不由自主后退了两步 亮呛着正要摆回重心 却见注尸九在空中一个扭身 轻巧落地后 脚下踩碎了大量枯叶 快速闪身至前方 再度拉近了跟他的距离 还有两招 距离这家伙的预言 风筝喉咙中发出一声嘶吼 不再浪费多余的信息素 去入侵对方的身体 而是全都集中到了身周以及体表 防守 这不是他可以匹敌的对手 风筝就感觉 明明对方身体素质 跟他也差不了多少 但从交手开始 他就一直被全方位压制 没有一丝一毫的圣经 圣经应该也差不多意识到了 所以圣经 带着徐指挥长逃走吧 风筝在心里咆哮 却没有注意到 那一丝微小的 正常情况下 应该注意到的异常 下一刻 向前踏出一步的风筝 忽然间一个亮枪 圣经已经准备护送徐风离开了 却注意到风筝的异状 风筝也极其不可思议地 瞥了眼自己的脚下 并非是腿部受伤这种生理上的理由 而是他的脚下 踩到了一坨软乎乎的东西 仔细分辨 应该是野狗拉下的狗屎 因为能够闻到臭味 这坨狗屎 很好地被落叶掩盖住了 以至于他以为脚下是平地 踩到的一瞬间 发生了打滑 众星出现了一瞬间的偏离 偏偏是这个时候 圣经只感觉一切发展都诡异至极 当即抬枪支援 砰砰砰 连开三枪 注尸九仍然像是预知到了未来一样 冲刺过程中 半点速度没有减 只是做出了扭曲的动作 整个人便已经冲到了风筝的面前 一路因速度掀起的狂风席卷落叶 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 裹挟着庞大的动能 注尸九朝着 失去重心 却依然尝试勉力格挡的风筝 轰出一拳 住手 否则 我会杀了苹果派 变光火时间 圣经一把抓起一旁的苹果派 将枪口抵在了正处于昏迷当中的苹果派的脑门上 注尸九却没有停止动作 而是一声大喝 就是现在 开枪 这话不是对着圣经喊的 而是对躲在五百米开外 蹲在一棵大树树干上 注尸这边的杜菲喊的 碰 伴随着枪声响起 注尸九的一拳也轰在了风筝的胸口 圣经一把扑住徐风 将其压在身下 苹果派则是被他甩开到了一边 第847章 你在打什么算盘 这一枪是杜菲开的 但杜菲却也是最不理解这一枪的人 因为事先注尸九嘱咐他的时候 已经告诉过他 圣经会拿苹果派等人威胁他 但偏偏注尸九告诉他 绝不可以为了救瓶果派 而朝圣经开枪 取而代之的是 注尸九让他把枪口瞄准徐风 直到开枪前的那一瞬间 他都一直没有暴露半点气息 然而 圣经还是有所防备 从注尸九出现开始 从更早以前 被选中成为徐风的护卫之时 他就将徐风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当风筝和注尸九交战的时候 他就将自己的信息素 在徐风以及自己的周围 形成了一圈防护圈 由信息素构成的防护圈 可以将徐风 也是做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感知到外界对徐风的危险 所以当杜菲扣动扳机的那一刹那 圣经就隔着五百米 敏锐地察觉到了爆发的危机 将徐风扑倒在地 没有任何余裕 去理会苹果派何宇 正在跟敌人交战的风筝了 圣经能够在千军一发之际 保护徐风 已经是尽到最大努力了 而也正因如此 注尸九的一拳 已经轰在了风筝的胸口 风筝吐出一口心血 胸骨整块凹陷下去 整个人向后倒飞了出去 在地上接连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 趴在地上不动弹了 圣经赶忙去抓刚才情急之下 被他丢落在地上的枪 结果下一秒 一个冰凉的枪口 便对准了他的脑门 将住 意识到已经无法挽救局面了 圣经才面无表情地 抬头看着近在咫尺的持枪者 对方的脸上 依旧戴着那滑稽的青蛙面具 圣经的身体 依旧在尽量遮蔽身下的徐峰 问道 不杀了我吗 是有什么顾虑吗 住师九说道 还没到杀你的时候 你们的目标 其实并不是苹果派 而是徐指挥长 没错吧 住师九笑道 回答正确 怎么看出来的 刚才 躲在暗处的枪手 听到你的指令 就直接开枪了 没有任何拖延和犹豫 从这果决程度来看 对徐指挥长开枪 并非唯谓救赵 而是第一目标 就是徐指挥长 圣经缓缓说道 你们冒这么大的险 大费周章搞这一切 如果只是想要 救下苹果派的话 当我将枪口 指向苹果派的时候 你们不可能 采取这么激烈的战术 所以我判断 其实苹果派对 你们来说无关紧要 住师九赞同四的点点头 很不错的推测 可惜太晚了 圣经心中也摇头 确实太晚了 如果早知道 他们的目标是 徐指挥长的话 那在徐指挥长 提出要离开庄园的时候 他肯定会想尽办法 劝说徐指挥长放弃 再不济也应该要让 其他庄园内的飞兵 外出探查之后再离开 结果 现在他们带着徐指挥长离开 马上就栽在敌人手里 实在是绝境到了极点 你的推测很不错 但也让我推测一下怎么样 圣经眼神一闪 推测什么 不浪费时间了 我就直接说结论吧 你跟我的对话 是在拖延时间 话音刚落 住师九便抬起左手 圣经这个时候 才看见住师九的左手 也有一把枪 砰 住师九连头也没有转 便直接朝着左侧开了一枪 与此同时 风筝的身影 也恰好从地上窜起来 就像是为了接下这一枪一样 一跃而起 然后腹部冒出一朵血花 整个人又栽倒在地 圣经 闪得好 不如接得巧 风筝借着重伤的姿态 想要搏一搏最后的机会 可惜被敌人一眼看穿 而且敌人把握的时机也很巧妙 风筝中弹的时候 正巧双脚离地 在空中无处借力 结果直接中弹 这一枪直接打断了 他的下半身脊柱 注尸九说道 圣经皱眉 怎么可能 精英黑兵的肌肉密度 绝不可能让一颗小小的子弹 在进入身体后 再留有那么大的动能 风筝选择最后一搏 已经彻底放弃了防御 而且他还很有自信 就算我反应过来 他也可以及时闪避 善有者逆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你们越相信 精英黑兵的身体素质 就只会越依赖于此 反而不利于战斗 注尸九居高临下的态度 令圣经无话可说 不过他现在是败者 已经没有发言的余地了 注尸九真正想对话的人 也不是他 而是他身下到了 如此绝境 也依然一脸平静的徐峰 前面几个周末 他为了突破风筝 和圣经的防卫 绞尽脑汁 尝试了很多次 但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也无非就是上一次 被重伤抱起的风筝偷袭死掉 没有走到跟徐峰成功对话的程度 这一次是走得最远的 注尸九看着徐峰 徐峰也好似感知到了他的视线 开口说道 让开吧 可是徐峰平静道 让开 圣经看了看注尸九 又看了看徐峰 无奈让开 徐峰起身 不紧不慢地拍了拍身上的泥痕 对注尸九说道 还不摘下面具吗 注尸九哈哈一笑 如果你已经猜到我是谁 又何必让我摘下面具 徐峰叹息道 你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 你的目的是什么 杀了我吗 还是让整个世界 在你的安排下被毁灭 注尸九收敛了笑容 问道 你就认定我会失败 徐峰毫无波澜地点头 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现在的危机处境 断言道 不错 你会失败的 如果你只有这点 觉悟的话 那我可以断定 你会失败 哪怕你的成长速度已经足够快 但我还是可以看到你的天真 天真 如果你足够果断和自信 现在就应该杀了我 而不是继续跟我对话 你的目的是什么 说服我跟你站在一边吗 注尸九 别傻了 天真可拯救不了世界 注尸九闻言笑了 摘下了面具 露出真容 一旁的圣经 完全是一副状况外的表情 他理解不了 为什么幕后黑手 竟然是这个最近生命确起的天才 竟然还想杀了徐指挥长 注尸九微笑 将左手的枪口 对准了徐峰的脑门 手指放在了扳机上 徐峰 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会动摇吗 你不是一个会自暴自弃的男人 按照我对你的理解 你就算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也肯定不会放弃 会想尽一切办法 达成你想要的目的 就算确定要死 也一定会将自己死亡的利益最大化 但你不可能会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你跟其他黑兵有本质上的区别 你将自己的存在凌驾于世界之上 你首先就认定了 唯有自己才能够拯救世界 所以在确定能拯救世界之前 你不可能会放弃生命 所以你带着风筝和圣经出现在这里 一定是有什么阴谋 或者说 你一定是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 考虑到所有可能与不可能的情况 并做好应对准备后 才会在这里跟我碰面 徐峰 你在打什么算盘 第八百四十八章 重人化计划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了 徐峰看着在几个月前 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注尸酒 面对注尸酒激烈的质问 他却什么也没说 仿佛没有看到脑门上的那黑洞洞的枪口一样 依旧操持着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 注尸酒最不爽的 就是徐峰这种表情 因为徐峰总是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 他很清楚 徐峰冒险离开庄园 必然不是为了给他送人头 自己出现在徐峰面前 就是对此最好的解释 徐峰估计 不 基本上可以确定 徐峰已经料到了这一切 但是为什么 注尸酒依然不理解 无论他机关算尽 都想不到徐峰让自己陷入险地 有什么好处 看着沉默的徐峰 注尸酒开始主动散发自身的信息素 信息素领域形成一座压力可怖的大山 就要朝着徐峰的头顶压过去 圣经却忽然间开口了 等一下 虽然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但既然你没有马上杀掉我们 那就说明我们之间可以谈判 没错吧 注尸酒停下信息素 圣经感知到那可怖的信息素停下后 心中仍然无法相信 这股信息素是人能够散发出来的 那种浓烈到极致 仿佛要形成实质一般的信息素 竟然被这个男人 如必食指一般调用得自如万分 简直宛若非人类 你想跟我做什么谈判 注尸酒瞥了圣经一眼 圣经顿时一个闷声 整个人就好像受到了沉重的压力一样 身体摇摇欲坠 而注尸酒仅仅只是将信息素领域 简单地笼罩在圣经周围而已 圣经的信息素完全崩坏 被这股简单平移过来的信息素浪潮 冲击的七零八落 强忍住不是敢 圣经问道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 你们给不了 不试试看 怎么知道 徐指挥长掌控黑兵组织的行动 而黑兵在美国的一切徐指挥长 都能自如调度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跟那些被我们逮住的老鼠们有关 圣经开始试探性猜测 在他看来 敌人的目的或许很明显 没有什么七弯八绕的理由 想的直接一点 整个纽约的老鼠 都因为提前展开的灭鼠行动 而被抓起来 大大小小的老鼠组织 不知道都剿灭了多少个 这批袭击庄园的敌人 或许就是纽约最后的老鼠组织幸存者 虽然不明白 助思九为什么会跟老鼠组织勾结上 但圣经只能想到这个理由 总而言之 现在先拖住这个家伙 等到他放松警惕 在暗中展开自己的信息素 只要能够抓住机会 自己的信息素能力 应该可以 但还没等他内心念头转完 他就听到了助思九的笑声 助思九最开始还只是轻笑 但到后面却变成了放声大笑 圣经啊圣经 我一直在等你的最后杀招 但原来就只有这种程度吗 什么 你的信息素能力 以为我不清楚吗 助思九嘲讽说 你的信息素隐蔽性和凝聚性都极强 如果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延伸的话 可以延伸数公里远 圣经面色不变 但心已经逐渐沉了下来 他感知到了 自己竭力朝着庄圆方向延伸的信息素 被一股强横的信息素给截断 那是助思九的信息素 原来他早就发现了自己的小动作 既然如此 圣经的身形骤然弹起 在助思九的枪口之下 圣经爆发出来的速度 几乎可以在原地拖出残影 生死危机关头下 圣经甚至都没有考虑到 防守以及后续变化的可能性 已经没有思考的余地了 现在只需要战斗就好 风筝拼了命地告诫毫无用武之地 现在这种情况 怎么可能不跟对方进战 就算对方进战能力强的可怕 他也必须战斗 徐指挥长 快逃 圣经话才说到半截 助思九的枪口便如影随形般跟了过来 不好意思 我的信息素可是一直盯着你啊 碰 一枪正中圣经的膝盖 圣经不顾疼痛 直接一拳轰向助思九的面门 然而助思九却只是一个侧身 圣经的拳头便从他的面前划过 圣经在想改变拳路的时候 助思九抬手又是一枪 圣经的肘关节被精准命中 这种近距离的情况下 圣经躲无可躲 连续两枪接连重弹 但他的脸色却没有丝毫变化 即便如此 他还是朝着助思九疯狂猛攻 助思九被迫后退两小步 轻巧的原地闪躲了两番 抓住时机 抬手又是一枪 圣经的另外一条腿 也重弹了 关节受损 这不是能够靠意志力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两条腿都被打废 圣经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而助思九则是脸部红气不喘的 站在不远处 助思九没有多少唏嘘 他在尝试走到最后一步之前 都分别跟风筝和圣经交过手 纵然他们身为精英黑兵的格斗技巧 已经真挚化尽 但架不住 他熟悉二人的战斗风格 他只需略微出手 便能够在近战方面碾压二人 风筝已经倒下 圣经也不能幸免 而圣经则是没有什么意外 二人的实力本身就有差距 加上他没有武器 在两三招间输给对方 实在再正常不过了 他在倒地的那一刹那 竭力回头望去 想要看看自己拼命争取来的机会 徐指挥长逃了多远 结果一眼看去 他整个人都傻了 因为徐指挥长就站在原地 竟然连一步都没有逃 为什么 徐指挥长 逃啊 为什么不逃啊 圣经喊道 徐风一脸冷酷 甚至都没有撇倒在地上的圣经一眼 忽略了圣经的呼喊 对注尸九说道 闹剧该结束了吧 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 说吧 注尸九 你想怎么做 注尸九叹息一口气 真想不明白 到了这种时候 你为什么还能这么冷静 真不怕我杀了你吗 你不会的 我活着比我死掉更有价值 哪怕是 伪造我死亡的假象 你都不会杀了我 徐风淡淡说道 做事瞻前顾后 这就是你最大的弱点 而且 你还不明白 我做了什么安排 所以 在搞清楚我的安排之前 你不会杀了我 注尸九不以为一刀 被你说对了一半吧 不过不要误会了 这可不是瞻前顾后 我之所以留你一条命 只不过是为了能够压榨出更多的情报 关于你的安排 以及 针对美国的方舟计划 已经进行到了什么程度 说着 注尸九就要上前将徐风制服 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 完全出乎他意料的事 只见徐风捡起了之前被圣经丢在地上的枪械 然后 并不是将枪口对准他 而是将枪口对准了躺在地上的圣经 这一瞬间 注尸九汉毛直立 啊 你做什么 碰 徐风开枪了 圣经感知到了来自背后的危险 却因为双腿被吠 这一枪已然躲不开 子弹从徐风的枪口射出 直接精准命中圣经的后脑勺 圣经死了 徐风淡淡回答了注尸九的问题 显而易见我在杀你本应该杀掉的人 还有一个 徐风调转枪口 连瞄准都不需要 又是一枪 不远处重伤昏迷的风筝 脑袋上也多出了一个血洞 草 发生啥事了 注尸九心中骂道 纵然已经知道徐风这家伙 没人性到了一定程度 但没想到他竟然连风筝和圣经都傻 要知道 这两个精英黑兵可是付出生命 都要保护他 结果被他两枪随手干掉了 注尸九脑袋里充满了不解与混沌 而徐风则是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将枪械随手丢在地上 看向注尸九 接下来的是他们不方便知道 所以他们只好去死了 至于你想要知道的是 针对美国的方舟计划 我已经进行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可以告诉你 只不过 你真的需要知道吗 注尸九沉默已对 跟动真格的徐风对话 任何一句无心的回答 都有可能暴露心思 果然 你没有预知到 徐风淡淡说道 如果你预知到了 你绝不可能还在这里悠哉悠哉 跟我玩猜谜游戏 你以为你的时间真的很多吗 注尸九内心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什么意思啊 徐风淡淡说道 你以为美国的方舟计划 还没有启动 或者说准备启动了 但实际上 美国的方舟计划早就开始了 只是美国他们还不知道而已 美国的方舟计划早就启动了 但是美国自己不知道 注尸九猛地瞪向徐风 怒目言争 没错 我怎么可能将主导权交代在美国手上呢 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出现在纽约 徐风笑了起来 因为我早已经暗中代替美国 实施了他们的方舟计划 美国全体重人化计划 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了 第八百四十九章 这是为你创造的绝妙绝佳的舞台 你说什么 注尸九上前一步 一把揪住了徐风的衣领 徐风却淡淡道 已经来不及了 注尸九 美国重人计划从来都不是由美国控制的 只是美国单方面以为他们的方舟计划 天衣无缝 实则他们的情报系统早就成了筛子 仔细回想一下吧 难道你之前就没有发现一点端倪吗 端倪 什么狗屁端倪 注尸九甩开徐风的衣领 捂着脑袋疯狂思考 要说端倪 巴布亚新几内亚岛 那才是发现端倪的源头 他们的参谋官是从美国逃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而徐风则是放任巴布亚新几内亚军方在岛内研究重人 那个参谋官 没错 有我的助理 徐风胆了胆衣领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早些年 我发现了美国的方舟计划后 就开始有意为此事做准备 我假借那个参谋官之手 帮助他得到了美国的重人计划的核心部分 但他自己本人却丝毫不知情 你以为他真的能够独自一人逃离美国的视线 实际上没有我的暗中帮助 他早就被美国勤获了 更别说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当一个参谋官 在这之后 我派遣了研究人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重人 再加上我渗透到美国军方内的黑兵传递出来的核心数据 我其实早就成功实现了将人类转化为重人的技术 当然 美国也是 助十九闭上了眼睛 所以 你就开始控制一切 是的 助十九代替徐风 说出了徐风没有说出的话 为了实现你的湮灭计划 你必须保证 每一个环节都在你掌控之中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美国方舟计划 妈的 他还是太小瞧徐风了 他还天真的以为只要 他阻止了美国 就能够阻止方舟计划 没想到美国方舟计划的真正主人 竟然是徐风 从一开始 他就没有插手的余地 难怪 这样就说得通了 徐风一直放任美国 被他搅乱的天翻地覆 放任纽约乱城一团 实际上 只不过是在看似给一些萧小机会罢了 如若这些萧小 沉迷于纽约的乱象 那就意识不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而方舟计划 则是一刻不停地向前推进 他被徐风骗了 他在纽约的所作所为 他现在站在徐风面前有了绝对的优势 他在战略上也是失败的 而徐风则是平静的脸上 终于出现了一丝波澜 因为他从祝诗九的口中 听到了烟灭计划 得字眼 这意味着 眼前这个男人 已经将手触及到了核心所在 你是怎么知道烟灭计划的 徐风的脸上 终于浮现出一抹笑意 问道 祝诗九依旧捂着脑袋 看不清表情 声线却有轻微的颤抖 徐风你个王八蛋 现在最好别说话 徐风对祝诗九的评价又高了一层 除开自己的烟灭计划 竟然提前被祝诗九洞悉这个原因以外 他还看到了祝诗九机枪的情绪控制能力 纵然知晓 自己此前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无用功 并且情况已经俨然到了无法挽回的绝境 祝诗九却依然能够保持冷静 这跟自己在三个月前见到的那个祝诗九 完完全全就是不同的两个人 而祝诗九自己呢 唯有他自己才能理解自己的感受 重人计划 要是真的如徐风所说 进行到了最后一步 那么就算他能回荡一万次也阻止不了 徐风既然敢冒险离开庄园 就代表重人计划 已经严格制定好了执行程序 就算没有徐风的指挥 程序也会按部就班执行下去 除非制定重人计划的徐风本人 下令取消重人计划 否则根本不可能挽回 但是徐风怎么可能到了最后一步停滞不前 将徐风控制起来 然后易容成徐风 冒充徐风下令 这个方法 祝诗九第一时间就想过了 但是不可能做到 徐风通过什么方式 跟谁联系程序的执行全貌 他一无所知 想假借徐风阻止重人计划 是不可能的 还有其他方法吗 可恶 现在见到了徐风又怎样 能够控制徐风 或是直接杀掉徐风又能怎样 只要无法阻止重人计划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 操 徐风感受到了严重的不适 因为注尸九身舟的性吸塑 开始不受控制的沸腾起来 随着注尸九本人的情绪波动 原本就浓到令人无法喘息的性吸塑 开始频频给徐风制造压力 一个人的性吸塑 竟然能够浓郁到这种密度吗 如果有条件 徐风倒是想把注尸九 从头到尾研究一番 而看到依然好争以侠 站在一旁的徐风 注尸九的愤怒 终于无法遏制 咬着牙说道 徐风 下令停止重任计划 否则我真的会杀了你 徐风拾起地上的枪械 调转枪口 将枪口朝向自己 握把朝向注尸九 就这样将枪械递给了注尸九 淡淡道 可以 开枪吧 注尸九将助身体 徐风说道 既然不敢开枪 那还说什么 你比任何人都知道 我对黑兵组织的重要性 也知道 一旦我生死 黑兵组织陷入混乱 世界又会进一步陷入危机 但是 你还是无法杀死我 不是吗 所以我才说你天真 本来看到你射剧一步步 将我逼到最后绝境 我还以为你已经成长到 有信心代替我接管世界防线 没想到 原来还是这种程度 你 徐风还带说什么 此时局面中的第三人 苹果派的呼吸声 却忽然间混乱了一刹那 徐风闭上了嘴 注尸九却冷冷 盯着地上的苹果派 既然醒了 就别装模作样了 起来吧 苹果派没有丝毫动摇地睁开双眼 从地上弹射起来 看样子 战斗都结束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风筝和圣经都被干掉了 真是利索 这就是冒牌或许指挥长 还挺像的 徐风点点头 听到苹果派的话 他就明白了苹果派的立场 原来如此 他就是这样被你利用的吗 看着苹果派的大笑 徐风将枪械递给注尸九的手 只是一闪 转眼间就自己握住了枪械 刷的一下 瞬间将枪口指向了苹果派 手指扣动扳机 碰 徐风甩掉手上的枪械 原来是注尸九 一枪射中了他的手臂 苹果派一脸猛逼 刚才那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强烈的死亡危机 刚从麻醉中苏醒的身体 无法及时动作 眼看就要被这个冒牌 或徐风一枪干掉 还好注尸九 有及时出手 注尸九却看都没看苹果派 只是冷然盯着徐风 浑身散发着低气压氛围 徐风 你想要什么 什么 徐风捂着受伤的手臂反问 别装傻了 你应该很清楚才对 明明这一切都在你的计算当中 包括现在跟我面对面 宣告你的胜利 让自己不惜陷入如此险地 也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你手上的筹码 已经足够多了吧 徐风笑看注尸九 你看 又急 注尸九握紧了枪线 徐风没在卖关子 注尸九 你似乎搞错了一点 看样子你 一直把我当成敌人的样子 但我这边可完全不一样啊 你还记得跟我的约定吗 约定 那玩意儿不是早就没用了吗 无论是自顾自执行重人计划 还是从头到尾 布局将它当成一枚棋子去用 都跟此前的约定相距甚远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不得已出手 试图阻止疯狂的徐风 注尸九想到这里 终于忍不住咆哮起来 约定 你在说你满呢 徐风 你他妈说什么蠢话 说什么 等他三个月 成为人类最强后 解决一重危机 你他妈有在等老子吗 约定 约你妈的定 操 老子还不如就在这里 一枪奔了你了事 操 面对狂怒的注尸九 徐风只是摇头 还没意识到吗 此时此刻 注尸九竟然从徐风的脸上看到了 那丝毫不像是他所知的徐风会露出的表情 徐风近身面容上浮现出一丝癫狂的笑意 注尸九 你真是太迟钝了 没想到 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没有意识到 这正是我苦心积虑为你创造的绝佳的舞台啊 瞬间 注尸九整个人如遭雷击 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难以置信的邓向徐风 注尸九 你是推理出了我的湮灭计划没错 但你有想过吗 你为什么会知道湮灭计划 你以为 这真的只是我的疏忽 你 你是什么意思 注尸九依然不敢相信自己猜到的真相 你之所以能够推理出湮灭计划 正是因为 你得知了 重人研究计划来源于美国 接着才联想到了美国的方舟计划 不是吗 徐风笑道 所以 巴布亚辛吉内亚的任务 我本来可以 将重人计划的来源给隐去 只要隐瞒了重人计划的来源是美国 你自然就不可能 联想到美国的方舟计划 是全民重人化 更不可能 洞悉我的湮灭计划 但你知道 我为什么没有隐瞒来源吗 因为这个线索 是我故意给你留下的 朱十九 你以为我的后手计划 是湮灭计划吗 你以为我的真正目的 仅仅只是实施湮灭计划而已吗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要在这个局里 扮演什么角色 答案其实从一开始 就已经很明确了 从你告知我 你的预知能力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现在的未来 我真正的后手计划 是你 你是我精心准备的一张王牌 徐风自顾自地说道 脸上癫狂的笑意 越来越明显 看起来 就是一个十足的狂人 美国重人化之后的动乱 除了最后既定要执行的 湮灭计划之外 根本没有其他预案 任何因此造成的 动荡重人所吸引而来的 异虫的灾难 伊林米内逊岛外的 世界的千疮百孔 对我而言 都没有丝毫价值 我所能考虑的极限 就是将湮灭武器 发挥到极致 一口气将地球上的异虫 都湮灭在美国 最坏的结果 也不过是将其他大陆 连带着异虫 也全都湮灭 最后仅仅保留 伊林米内逊一块净土 但那只是最坏结果 所以 你明白了吗 你要从我设计的 最坏结果上 创造出属于 你自己的理想图景 这就是我为你这个 拥有预知能力的奇迹 创造的只有你才能 完美发挥的 绝妙绝佳的舞台啊 朱师九 在这个舞台里 成为新的英雄吧 第850章 绑架徐峰 被算计了 彻底 被算计了 朱师九认清了这个事实 徐峰带着风筝 和圣经离开庄园 看似是让自己 陷入新的险地 实际上 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朱师九从现状中推测出来 就算自己没有出现在 徐峰眼前 徐峰也应该会 毫不留情地 杀掉风筝和圣经 并不是因为 风筝和圣经不忠诚 而是因为 徐峰所设计的这个舞台 是专门为他准备的 容不得任何人知晓 而徐峰也肯定料想到了 当他出现在 徐峰面前之后 他就不可能再放徐峰离开 一切都在徐峰的计算当中 而徐峰则会借此机会 消失在黑兵组织的视线当中 在黑兵组织眼中 徐峰自然是遭遇了意外 被敌人杀死 或者掳走了 而后续按照程序 设定好的重人计划 却不会因此停止 徐峰必然在离开庄园之前 强调了这一点 所以当徐峰消失后 重人计划造成动乱 群龙无首 所有人都只能看着计划 稳步推进 进行到极其恶劣的地步 直到一个新的英雄的出现 这个英雄会表现出 迥异于其他人的强悍 在动乱中梳理局面 扭转恶劣的局势 强势从所有黑兵中脱颖而出 闪亮登场 成为新一代英雄 或许英雄可以拯救 一厘米内殉岛外的世界 也或许不能 如若可以拯救 那英雄将成为 外面世界的救世主 如若不能 掩灭武器会解决一切 这就是徐峰书写的 完美无缺的剧情 考虑到的最坏结果 也不过是将人类最后文明的火种 都保留在一厘米内训 将其余大陆的生命 连带一重全都湮灭罢了 好算计啊 真他妈好算计啊 徐峰 你竟然比我想的还要疯狂 祝十九在明白一切后 终于忍不住骂起来 徐峰捂着受伤的手臂 收敛了微笑 嘴角露出一丝嘲讽 所以你明白了吗 从始至终 我从来都没有背离过约定 反而是你 一切都是在偏离正确的航道 话才说完 徐峰又想捡起地上的枪械 给呆着在一旁 看着二人对话的 苹果派来一枪 可是 当他俯下身去石枪的时候 祝十九砰的一声 子弹射在地上 留下一个冒着硝烟的弹坑 还不醒悟吗 祝十九 徐峰叹息一口气 醒悟 不错 我是该醒悟了 祝十九的声音 听起来极度低沉 随后又迅速冰冷起来 我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对你这个人 还抱有期望 徐峰 我承认 你的计划疯狂 而又具备可行性 但是你的计划 却是建立在绝望之上的破烂计划 祝十九上前一步 狠狠揍了徐峰一拳 徐峰没有抵抗 被祝十九留守的一拳轰翻在地 而倒地后的徐峰 又被祝十九 从地上强行拉起 徐峰 你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 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无论你的心情如何 恐怕早已决定放弃 一厘米内殉倒的其他人了吧 因为你的计划 人类文明 或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只保留一部分人苟延残喘 这就是你所谓的绝妙计划 徐峰 你敢再跟我复述一遍 你确定 你不是在开玩笑 草泥吧 徐峰的脸上 再也不负之前的癫狂 看着静在咫尺揪着他的领子质问 激动到口水狂喷的祝十九 冷笑了一声 祝十九 你现在只是在恐惧而已 恐 恐惧 祝十九表情错愕了一瞬间 而后又凶恶起来 仿佛刚才的错愕是错觉 但徐峰不会放过这一点破绽 你现在的瑟琳内人 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恐惧的虚张声势 面对突如其来的庞大压力 仿佛整个世界的存亡 都瞬间压在你的肩膀上 你在恐惧 为了掩饰恐惧 你不得不表现出强势的模样对我质问 我有说错吗 祝十九突然间感觉自己的心脏 被一座山压住了 徐峰继续说道 祝十九 抵抗恐惧吧 为了消灭恐惧 在这场乱局里放手一搏吧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别想着从我口中得到停止重人化的命令 没有用的 已经来不及了 你现在所能做的就只有接受而已 祝十九 舞台我已经为你搭建好了 你能在这舞台上展现出什么样的表演 那就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你想改变这一切 那就让我看看 你能做到什么程度 妈的 妈的 他妈的 草 狗娘养的浑蛋 祝十九狂吼一声 心里骂了无数遍马 也深知已经无济于事 闪电般出手 一个手刀砍在徐峰的后脖梗 徐峰随之倒地昏迷 喊完之后 整片林子都回荡着祝十九的怒吼声 回声消散后 场面陷入死寂的沉默 随后便是祝十九喘着粗气 试图平复心情的模样 苹果派都看在眼里 他试探着开了口 喂 你骗了我 苹果派就算再傻 也明白了倒在他身前的男人 并不是冒牌徐峰 而是真正的徐指挥长 尽管不太清楚细节 但他二人之间的对话就能明白 二人之间的确是存在着 他人所不知晓的关系 徐指挥常所说出来的话 则更是惊悚 至少苹果派听后浑身发凉 苹果派作为潜伏人员 潜伏进美国军方 他本以为自己的任务 就是为了保证美国重人计划 按照既定步骤执行 可他从没想过 重人计划竟然早已启动 并且还有徐指挥长掌控 要不是有助施九 他恐怕到最后都不清楚真相 助施九没有理会苹果派的质问 苹果派也不大敢问第二句 因为他也是真怕助施九为了灭口 就一枪把他崩掉 凭借助施九的实力 用一枪就能解决掉他 根本开不到第二枪 所以苹果派转问了第二个问题 现在怎么办 刚才你的怒吼声 绝对会吸引庄园黑兵的 他们恐怕也会反应过来 徐指挥长这边遭遇了危险 走吧 助施九终于平复好心情 说道 苹果派看了眼 被一记手刀干昏迷的徐指挥长 要带上徐指 他吗 带上 助施九现在脾气很暴躁 说话也很简洁 苹果派能感受到 他浑身的信息素都在躁动 宛若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咽了一口口水 上前抓起昏迷的徐指挥长 又是一阵恍惚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能像林小姬一样 把那个黑兵组织的最高领导者 拎在手里 但是不得不做 因为他也是真怕死 远方 杜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也不想知道 玛丽地下了树 快速赶上了绑架了徐风的助施九 和苹果派 而庄园内的黑兵们 发现异常病赶到的时候 助施九等人离开 已经有半个小时了 第851章 迷茫与幻觉 收手吧 助施九 外面全是黑兵 苹果派对助施九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此时此刻 他们正躲藏在一幢空置的民宅里 这幢民宅位于郊区 民宅的主人平时在市区里工作 只有假期里会来到这幢民宅中 跟自己的小情人优惠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着的 这是助施九将 整幢民宅上上下下每个角落 都仔细搜索了一遍后得出的结论 对付徐风 助施九认为 怎样小心都不为过 毕竟徐风都算到了 他会出现在他面前 以身入局被他绑架 助施九也担心自己 在路上随便遇到的一幢闲置民宅 都是徐风的手笔 在徐风消失后 黑兵们不出所料暴走了 尤其是在黑兵们 搜索到了树林里 风筝和圣经的尸体 整个庄园的黑兵都出动了 徐风对黑兵组织 对整个世界的价值不言而喻 幸运的是 达芬奇为了不引起更大的骚乱 暂时先将情报控制了起来 当然 情况已经上报给高层 如何决断 要让高层来下决定 不管怎样 黑兵们都在庄园周围 布下了天罗地网 所有黑兵都展开了信息宿领域 开始了地毯式搜索 这也是苹果派担忧不已的原因 而面对苹果派的担忧 朱师九还没说话 杜飞便已先说道 收手 你在开什么玩笑 现在这情况 还怎么收手 收手只有死路一条 亏你还是精英黑兵 这么愚蠢吗 苹果派怒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蠢 草了 要不是你们把我拖下水 欺骗我 我至于沦为你们的同伙吗 要不是现在回头 也来不及了 我早就把你们抓起来 交给组织了 杜飞冷笑 我看你是因为 打不过朱师九吧 苹果派 很想反驳 但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妈的 苹果派欲哭无泪 自己明明是 这儿八经的忠诚黑兵 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拯救 真正的徐指挥长 结果反而 助纣为虐 让徐指挥长被绑架 他甚至都不敢想象 自己被组织抓住后 会被施以什么样的酷刑 现在他只能祈祷朱师九 能够延续之前的神奇 未卜先知地带 他们逃离黑兵们 布置的天罗帝王 一想到这里 苹果派就有些焦急 看向正在一旁 沉思的助师九 问道 助师九 你到底在干嘛 你有办法吗 助师九倒是显得很淡定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先别急 我们现在没有交通工具 而黑兵们 甚至连武装直升飞机都出动了 贸然离开民宅 只是徒增暴露的风险 苹果派又说道 可是按照现在黑兵的搜查力度 很快就能搜索到我们这里 我们待在这里 也只不过是等死罢了 还没到那一步 而且我又不是说 要在这里一直等到黑兵们找到我们 只是现在离开这里的时机还不对 苹果派要疯了 他搞不明白 为什么这家伙 看上去一点都不急的样子 还要等什么狗屁时机 杜飞鄙夷的看了眼交集 写在脸上的苹果派 嗤笑一声 精英黑兵就这 没有人知道 助师九说是在等待时机 但实际上 他现在正在犹豫 他在犹豫 到底是否要回荡 想要摆脱当前的困境 其实并不难 无论黑兵们的搜查力度如何 只需要回荡次署够多 就总能抓住破绽逃离出去 所以 摆在他面前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 现在就带着徐峰他们尝试逃离 就算死了 也能够回荡到昨天 第二个选择是 在这座民宅当中待上一天 等待回荡点刷新后 再尝试逃离民宅 前者有斟酌的余地 后者没有回头的可能 但是 就算选择前者 也只不过是重复之前走过的路线 重新来到这个时间点罢了 再来一次的话 我的选择会有所改变吗 徐峰很早之前就设下了局 这一点他无力回天 在不甘心的同时 他又不得不承认 徐峰为他设计的舞台 实在是太适合他发挥了 简直就像 是把一块美味的蛋糕 放在他的面前 吃下去有利无弊 徐峰失踪 一个强者横空出世拯救世界 简直就是完美的救世主剧本 从这一点上来说 徐峰亏待了世界 却没有亏待他 纵然内心充满压抑不住的怒火 但祝师九从理性角度分析 也的确如此 所以要按照徐峰给定的剧本 继续往下走吗 祝师九是真的迷茫了 面对徐峰的设计 他的内心甚至有一点点恐惧 他不知道 徐峰接下来还有什么手段和阴谋 他要拷问徐峰 还是就地杀了徐峰 这又是令人迷惘的选择 处处需要选择 一旦选择出错 他要面临的 就是世界崩塌的危机 单单一天的回荡根本无济于事 大方向上出错了 想要回头就难了 沉重的责任 再加上无数次回荡的精神压力 令祝师九心脏沉重 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嗯 就在他迷茫地站在床边 拨开厚重的窗帘 看向窗外的时候 躺在地板上的徐峰 发出一声闷哼 醒了 祝师九没有回头 杜飞和苹果派则是神情紧张 徐峰的声音却物字传来 怎么没给我绑上 你们这绑架有点粗糙啊 祝师九厌恶地回答道 反正这也是你想看到的局面吧 只要剧本按照你设定的路线走 你就不会反抗 绑与不绑又有什么区别 徐峰笑了笑 随后祝师九听到后方传来木椅的吱压声响 回头一看 徐峰竟是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 全然没有人质应该有的色缩姿态 反而倒向是此间房屋的主人 为什么在这里修整啊 现在黑兵都在大力搜索我们的下落 在这里修整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黑兵找到 祝师九冷冷道 别吵 我在思考 思考什么 祝师九 我从你身上看到迷茫 闭嘴 与其说是迷茫 还不如说是恐惧 我说的没错吧 你在恐惧承担责任 当你还只是一个黑兵的时候 你只要跟我对抗就够了 但当你成为救世主后 需要思考的就多了 闭嘴 你应该也明白吧 我才是正确的 我的计划能够保留人类火种 并清除全球的异虫 而你不断挣扎前进 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 众人眼中强大的武器 最后能站上的位置 跟我提供给你的剧本差远了 闭嘴 徐峰 他妈的 祝师九 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你还在犹豫的时候 重人计划就已经悄然启动 这是你无法阻止的浪潮 既然无法阻止 那你需要考虑的就只有一点 那就是 如何在这浪潮中 登上人类的最高峰 祝师九冲着徐峰咆哮起来 他妈的 都说了 给我闭嘴啊 徐峰 然而回头看去 房间内的座椅上空无一人 杜菲和苹果派二人 慌张中 带着惊恐地看着祝师九 空气安静了许多 只剩下祝师九粗重的喘息声 好半上 杜菲才咽了一口口水 颤围着小心翼翼的 祝师九 徐峰 还没醒啊 你才跟谁说话 第852章 徐峰留给达芬奇的信 静默 祝师九扶住了额头 使劲晃了晃脑袋 连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 妈的 怎么回事 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吗 自己竟然幻想出 徐峰跟自己对话的场景 在冰冷的空气中 面对表情异样的杜菲和苹果派 他什么也没解释 祝师九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不想被刚才的幻觉干扰情绪 看了眼依旧 躺在地上的徐峰 他喊喊了一句 呼 事到如今 也只能继续走下去了 杜菲咽了口口水 小心翼翼又问了一句 喂 祝师九 你没事吧 没事 祝师九脸上 全然不见刚才的震怒 杜菲看着神色如常的祝师九 甚至怀疑自己刚才所见到的 那愤怒的祝师九 是自己的幻觉 这家伙 就好似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一旁的苹果派 倒是在诡异的沉默中 忽然间开口道 这莫菲就是第七感的后遗症 这话听的祝师九都是一愣 更别说杜菲了 第七感 杜菲莫名其妙 苹果派说道 难道不是吗 之前在华尔街祝师九 是如何预测并指挥我的行动的 难道不是靠的第七感 而且 我看现在的祝师九 信息速越来越强 达到了飞人的境界 所以我才有此猜测 杜菲并非传统黑兵教育出身 对信息速强度没什么概念 只知道祝师九的信息速很强 却不清楚 如此强大的信息速算得上是极度异常了 现在 他更是对苹果派的说法迷糊不已 就算信息速强到飞人 也不至于出现幻觉吧 苹果派鄙视地看了眼杜菲 好歹你也算是个黑兵级强者 怎么连信息速的本质也不知道 信息速的本质无非信息而已 而第七感 就是人类对信息速开发到极限后的一种猜想 专家们猜测信息速突破极限后 人类能够感知到由信息构筑而成的未来 也就是说 刚才祝师九的幻觉或许并不是幻觉 而是他的信息速在不自觉中失控后 自行演化而出的一种未来 这番解释令杜菲毛色顿开 他恍然看向祝师九 是这样吗?祝师九也是呼得愣住了 怎么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 祝师九含着脸摇了摇头 说到底 苹果派还是被他在华尔街的指挥所误导了 自己全程靠着回荡预测 结果被苹果派视为第七感 所以苹果派顺着这个思路 给出自以为合理的解释也属正常 而且 祝师九自家人也知道自家事 自己 恐怕是真的快疯了 无数次的回荡 是到如今自己已经没有技术了 实在是因为身心俱疲 神经时刻紧绷 被一次次死亡的压力缠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这样的回荡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今天见到了徐峰 明白了徐峰真正的图谋后 那沉重的压力 更是宛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脑内的神经终于在那一刻 断掉了 这并非第七感诞生的预兆 而是自己崩溃的开始 然而 不管刚才的幻觉是如何产生的 他跟徐峰 得对话本身就代表了他的一部分潜意识 事实上他也很清楚 如果自己能够在徐峰为他所准备的舞台上完美演出 那么他在黑兵组织内的地位将大幅度提升 但这一切都将建立在 无可奈何注定发生的生灵涂炭之上 不行啊 还不能崩溃 朱师九强迫自己 压下所有的负面情绪 扶着额头深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恢复了平静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现在该考虑的是当下的处境 杜菲很是担心地看着朱师九 朱师九的语气似乎事不关己 这样真的好吗 苹果派看了朱师九一会儿 才说道 看样子已经有决断了 苹果派虽说自己给出了一个第七感 的解释 但自己信了多少 只有他自己知道 说实话 刚才朱师九的异常简直吓坏了他 但他转念一想 这家伙都干出绑架徐指挥长这种狂人般的事了 精神恐怕早就易于常人 现在他眼底深处 看朱师九的眼神就跟看疯子一样 只不过无论如何 他如今跟朱师九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所以就算朱师九是真的疯了 他也要当朱师九没疯 否则等同于在黑兵组织面前引紧受禄 休息一下 等到晚上再离开 苹果派心中很是焦急 皱眉道 还要等到晚上再走 万一黑兵找上门来 朱师九平静道 我说了 等到晚上 有意见吗 苹果派话语停滞 感知到如山般沉重的信息素压在身上 浑身颤抖不已 没没意见 没意见就好 我也需要时间恢复信息素 苹果派这才想起来 朱师九现在的信息素 是经过连续一天的战斗 而且还是 信息素爆发后残留的信息素 一身信息素 或许只有全盛时期的两三成 饶是如此 却依然能够碾压自己 真是一头怪物 只不过 为什么偏偏要等到晚上 朱师九恢复信息素要这么久吗 他并不知道 朱师九要等到晚上再行动 就是为了等待回荡点更新 只有回荡点更新之后 他才能够没有退路 不能回头地继续向前 他只能向前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无所动摇 庄园 地下指挥士 报告 地区搜索无果 报告 痕迹在中途转向庄园了 初步判断 是敌人故意为之 我们侦察部队被误导了 敌人的手段很高明 报告 上面回复了 达芬奇坐镇庄园 听着下属传回来的情报 不发一语 说好听点是坐镇庄园 说难听点 就是软禁 庄园内有一部分黑兵 并不是他的人 而是风筝和圣经的手下 现在三个精英黑兵里 有两个都死了 结果他还活得好好的 并且 徐峰失踪的事发的 又是这个该死的庄园 所以他很理所当然的 被风筝和圣经的隐蔽 机动部队看管了起来 只不过搜查工作 还是要继续的 所以造成了当下诡异的情况 他不能离开庄园 却能够远程指挥搜查工作 事件已经上报给了上面 果不其然引起了强烈震动 组织开始向这边增援 至少附近的十个黑兵据点 都在往这边加派兵力 上面下达了死命令 就算绝地三尺 也要找到徐指挥长 他能够享受的指挥权力 估计也就这么一会儿了 等到大部队来了 会有新的精英黑兵 指挥搜查工作 听完眼前黑兵的汇报工作 达芬奇面无表情点点头 我明白了 你们先出去吧 黑兵们离开底下指挥室 还贴心关上了门 独留达芬奇一人 在地下指挥室内 过了好一会儿 达芬奇才如做贼似的动作 轻缓地打开书桌下方的抽屉 只见里面赫然躺着一张纸 纸上是徐指挥长的笔记 开篇就是一句话 达芬奇 这封信大概只有你能看到 等你看到这封信 我或许已经失踪了 不过不要惊慌 我的失踪 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达芬奇已经翻来覆去 把这张纸研究了三四遍 这封徐指挥长 离开庄园前留下的信件 通篇的意思只有一个 想办法阻挠组织的搜查 达芬奇不知道 徐峰如此下令的缘由 但身为飞兵不需要知道 他只需要服从命令即可 另外 在阻挠组织搜查之后 他的下场将会如何 徐指挥长没有提及 达芬奇也没法问 想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自己将成为他人眼中真正的叛徒 第853章 古鸭 天空下起了雨 最开始 还只是如女子低声泥南般的细雨 细细沙沙地 落在郊区茂盛的林子里 洒开细软密集的雨幕 没过多久 便成了千万人齐声幕后咆哮般的急雨 沉重硕大的雨珠 从天空中滚落在泥地里 砸开无数型均骨点 急而响得暴雨覆盖下的林子里 不断有人影传动 急速前行 脚下踩碎泥泞不堪的道路 发出潮湿的塌塌 声响 长久不停歇 如果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 在林子里搜查的这些人影杂乱中透着秩序 分对在林间 似是毫无方向的乱转 实则丝毫不混乱 而在暴雨转为中雨的间隙里 有两拨人在林中相遇了 两拨人每一方都有三十几人 为首者各有一人 全员皆是全副武装 手持黑兵制式枪线 本来双方搜查队伍应该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但偏偏两拨人的队长互相认识 而且搜查工作迟迟没有进展 所以在两拨人相遇后 双方队长都各自下令 让队员们先稍作休整 两个队长则是站到了一棵树下 交流起情报来 不过说是交流情报 实际上双方都毫无收获 因此很快话题就进入了闲聊阶段 其中一人低沉着声音说道 英鬼 没想到你也来了 英鬼 这是另外一人的精英黑兵代号 他瞥了眼对方 懒散又慢吞地回道 毕竟是上级交代的任务 没想到情况竟然会危及到这种程度 那位大人是什么时候来到纽约的 大概是有什么机密的 是要做吧 美国局势动荡 风云变换 没想到徐指挥长也陷在这里了 真是麻烦 英鬼打了个哈欠 与其平淡 据我对徐指挥长的了解 这大概又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毕竟涅槃计划临近 以徐指挥长的谨慎程度 绝对不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 另一人忧心忡忡道 谁知道呢 徐指挥长失踪 本来就已经足够特别了 这可是头一回 谁也无法保证 徐指挥长真的安然无恙 英鬼瞧了眼面露优色的旧友 忽然问道 古鸭 你解放情感了 古鸭叹息一口气 为了任务 不得已而为之 本来任务执行到一半了 结果突然之间 被上级命令 前来寻找徐指挥长的踪迹 还没来得及重新抹杀情感 英鬼森森地盯着古鸭 语气警惕道 解放情感 没事吧 没事 顶多就是有点心累 不会妨碍到任务的 英鬼冷冰冰道 妨碍到任务是一回事 我真正担心的 是你会生出异心 古鸭皱眉 你什么意思 没别的意思 就是我听说现在 纽约局势动荡 全都是因为 坐镇纽约的达芬奇 好像别有用心 虽说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 他背叛了组织 但无风不齐了 希望你不要不达芬奇的后尘 古鸭怒了 不过还是 强压下 怒火瞪了英鬼一眼 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英鬼 我还以为你是个民事里的人 但没想到没有证据 就随意抹黑别人 英鬼冷笑 你说我抹黑你 还是抹黑达芬奇 别以为我不知道 好像有搭档过几次 你还欠他几条命 哼 古鸭不再说什么了 难道他要说 他相信达芬奇吗 对不相信达芬奇的人 多说什么都没有用 古鸭认为 一切都还是要让证据说话 如果达芬奇真的有问题 那么 徐指挥长会依旧 让达芬奇坐镇纽约 古鸭跟英鬼的对话 不欢而散 古鸭正要转身离去 英鬼却又在背后说道 古鸭 如果你真的有问题 那我会杀了你 古鸭头也不回 竖起一根终指 我原话奉还 说罢便大步离去了 羽生依旧熙熙熙熙 围灰黑色的天幕 奏响肃杀的序曲 古鸭率队 跟英鬼等人分离 众人一起穿梭在密林里 所有人都在权力搜索 唯独他心绪有些不分明 尤其是想到 刚才英鬼所说的那番话 如果他还是情感抹杀状态 绝对转眼 就当放屁了 可是现在的他 却忍不住思考 如果达芬奇真的暗中叛乱了 那又该怎么办 正如英鬼所担忧的那样 他此前就跟达芬奇打过交道 并且跟达芬奇一起有过合作 在任务中 被达芬奇救过一条命 眼下风筝和圣经惨死 唯独达芬奇活命 着实令人有些犯嘀咕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忽然间 他猛地朝左侧转头一看 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 站在距离他不到十步的一棵树后 只露出半个身子 古鸭当即就认出这个人的样貌 如果没记错的话 此人是达芬奇的亲信之一 这点资料 在他前来支援搜索前 就已经调查清楚 队伍里的其他队友 都在全力搜索 那人似乎不想暴露在众人面前 只对古鸭招了招手 示意古鸭借一步谈话 古鸭皱眉 鬼使神拆地 没有惊动其他队友 见没有人注意这边后 快步闪身上前 你是达芬奇的人吧 有事 达芬奇现在正已坐镇后方 的名义 被强迫软禁在庄园内 此时亲信出马来找他 应该是有事情汇报 您是古鸭大人 对吧 不错 是我 你信息速隐匿能力不错 不过似乎没有什么隐藏的必要吧 达芬奇大人 有话想跟您交代 古鸭诡异地看了眼此人 眼含杀意 此人倒也镇定 说道 达芬奇大人 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古鸭见此人 从身上摸出一个破损的金属怀表 呼吸顿时变得急促了几分 眼神更是突然间锐利起来 达芬奇大人说了 这是当年他跟您一起出任务的时候 您送给他的礼物 现在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古鸭的喉咙有些干涩 他似乎陷入了当初的回忆之中 事情说起来很简单 当时他跟达芬奇一起去剿灭一个老鼠组织 结果没想到 遇到了跟他势均力敌的抢手 自己还差点死在敌人的枪下 结果是 达芬奇及时赶到 并救下了他 任务结束后 他把陪伴了他十年之久的怀表 送给了达芬奇 并承诺之后若有差遣 可以随时拿着这个怀表上门来找他 只不过后来 达芬奇一次也没来找他 他本来都要忘了这事了 结果在今天这个关键日子里 却见到了这块怀表 偏偏他现在还是处于情感解放状态 无法按照黑兵思维理性思考 达芬奇 要我做什么 为了确认真相 古鸭语气凝重询问道 此人回答道 很简单 假传信息搅乱局面 延长搜索进度 仅此而已 还他妈 仅此而已 古鸭阵沉着质问道 达芬奇到底想做什么 这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叛乱 这人回答 这我不清楚 古鸭大人 您愿意协助达芬奇大人吗 如果不愿意 达芬奇大人也不勉强 我接着去找下一位了 古鸭诧意问道 还有其他人 这人微微一笑 达芬奇大人 作为老牌精英黑兵 这些年有过人情的 又何止古鸭一人 第854章 误入搜查圈 密林中暗流涌动 不知从哪一刻起 正在侦查四周的黑兵们 就察觉到了 林子里不同寻常的氛围 这是由信息疏 启示而来的第六感直觉 隐藏在暗处的恶意 在林子里扩散开来 令人不安 其源头 正是被达芬奇派出到密林中 四处游走的黑兵 他们只负责传递达芬奇 让他们传递的消息 至于这些黑兵 会不会帮助达芬奇干扰搜查 就不是他们所考虑的事了 当然 达芬奇不会天真道 以为自己一句话 就能够让这些黑兵放弃任务 面对一些不配合的黑兵 达芬奇派给他们 看了徐峰留下的信件 正如鹰鬼所想的一样 很多黑兵心中 对此次搜查任务有所疑虑 徐指挥长从未让自己 陷入如此险地之中 所以 这次被绑架 是不是也是徐指挥长的计谋 在半信半疑之中 已经有不少精英黑兵 转投了达芬奇 而其他顽固分子 达芬奇并不准备劝说 反正他的目的 只是给搜查任务带来干扰 而并非率领黑兵 跟自己人开战 出发吧 祝师九对身后三人说道 徐峰已经醒来了 双手被绳索捆绑住 嘴上被交代封了好几圈 虽说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 但徐峰毕竟也有 精英黑兵级别的实力 想要挣脱 也只不过是费点功夫罢了 不过在徐峰挣脱之前 苹果派和杜飞会出手 好在徐峰并没有挣脱的意思 反而十分平静地 看着祝师九给他加上限制措施 这就走了吗 杜飞问道 他被此前的平静所迷惑了 心里有了些许侥幸心理 认为只要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黑兵未必能够搜查到这里 而苹果派则是白了杜飞一眼 在我看来已经迟了 你竟然还想继续待下去 你是有多天真啊 杜飞不爽地看了眼苹果派 我还不需要你来教育 你个从头被我们耍到尾的家伙 苹果派气急 你 祝师九看了两人一眼 两人同时惊声 别吵了 出发吧 苹果派你的实力比杜飞强 你负责注意路上周遭的动静 杜飞你负责看管徐峰 你们二人在路上要听我指挥 现在只有我能够带你们安全脱离搜查圈 徐峰眼神深邃地看着祝师九 祝师九为什么如此自信 是已经预知到脱离搜查圈的未来了 还是确信自己能够预知到安全的未来 前者还好 后者就比较意味深长了 这关乎祝师九能够主动掌控自己预知未来的能力 徐峰之所以让自己陷入险地 也有这方面的想法 他一直都为真正亲眼看过祝师九预知未来的全貌 现在被祝师九带着 更加方便他看清祝师九的能力 杜飞和苹果派放下争吵的念头 跟着祝师九离开了民宅 祝师九打开手机 调出了地图 看了一会儿后 祝师九指了指某个方向 向东北方向前进 苹果派和杜飞自无不可 徐峰则是稍稍有所疑惑 从地形上来看 黑兵们展开的包围圈在东北方向 应该不会很轻松 祝师九预知到的未来 竟然是从东北方向突破吗 另外 祝师九查看地图背后的含义是 是否证明他 现在尚且还未预知到未来 如果真预知到未来了 根本不必多此一举 假装看地图 但是这样也有矛盾 祝师九既然没有预知到未来 为何还敢出门 并且随手便指向东北方向 难道他不怕翻车吗 徐峰心中的疑惑一大堆 如果他现在没被封口 那他早就问出口了 祝师九甚至都不在意徐峰的疑惑 因为在他看来 第一次的尝试 不会好运到一次成功 几人朝着东北方向前进 实力最差的杜飞 也是黑兵级强者 赶路速度不会太慢 而苹果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就是侦察兵 他的信息速 可以凝成丝线向外延伸 相当隐蔽不易察觉 最适合干侦察工作 前方200米 有黑兵搜查小队 苹果派跟在祝师九的后面 低声提醒 如何 祝师九头也不回问道 苹果派皱眉 你不会是想跟他们干起来吧 最好不要发生任何战斗 因为你不可能在一瞬间 将所有黑兵全歼 只要发生战斗 必然会暴露位置 我知道 我只是想 如果前方黑兵实力不强的话 就干脆利用他们来制造混乱 人数能感知到吗 妈的 我跟你可不是为了来送死的呀 苹果派在心中骂了一声 没什么好气地说道 32人 不要跟他们正面硬刚 还没有到那一步呢 祝师九看了苹果派一眼 点点头 好 那就改变路线 说吧 脚步一转 几人改变了前进的方向 苹果派则是心中一领 从祝师九毫不犹豫的姿态来看 他其实也没有想跟对方硬刚 但为什么刚才表现出一副 好像要跟对方战斗的样子 正思考间 徐峰看了苹果派一眼 徐峰已经看懂了 苹果派跟徐峰对视一眼 也突然间明白了缘由 祝师九是在试探他 苹果派瞬间背后冒出冷汗 如果他刚才提议要跟黑兵们正面接触 或是没有报准确黑兵的数量的话 恐怕自己就玩犊子了 祝师九这是为了试探他 有没有背叛之心 幸好自己什么也没有细想 坚定地跟祝师九站在一边 妈的 真贼啊 苹果派不动声色地擦了擦冷汗 继续兢兢业业做好侦查工作 徐峰则是转头继续观察祝师九 不仅没有尝试逃跑 或者尝试制造动静吸引救援 反而毫不避讳地将自己的信息素 去探查祝师九身上的异常 然而一无所获 他的信息素被祝师九轻松挡了下来 从信息素质和量上来看 祝师九现在的信息素 已经超越了黑兵组织 对信息素的研究范畴 徐峰还在默默观察 几人就如他预想之中的一样 迎来了第一个变故 苹果派脸色难看的 跟祝师九低声道 不能再前进了 我们前方左侧后方右方 都有黑兵小队的侦查痕迹 草 我们这是进入黑兵小队的搜查包围圈了 徐峰瞅了祝师九一眼 祝师九脸上并无慌乱之色 祝师九点头 我也感知到了 看样子是黑兵队伍在搜查过程中 有意形成包围圈式搜查 只不过 我们是主动进入小队的包围圈 他们现在暂时还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 苹果派现在连信息素都不敢随意放出去了 竭力隐蔽自身的信息素 气恼地瞪了祝师九一眼 这就是你压得说 要带我们脱离搜查圈 你哪里来的自信 有同样疑问的 也有徐峰 道士杜菲 反而是最淡定的一人 甚至看起来比祝师九还要淡定 倒不是认为秦师大好 而是一如既往地选择相信祝师九 如此而已 第855章 与中交战 祝师九本来就没有想过 要一次性成功脱离包围圈 面对几人的惊诧 他却是什么都没解释 他摇了摇头 准备战斗吧 苹果派脸色难看 我真傻 真的 早就知道不该跟你一起行动 要是分头行动 我们几个逃生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这是绝境啊 可惜事已至此 已经回不了头了 黑色天幕中落下的雨 很好的掩盖了几人的性吸塑 让他们暂时还未被发现 稍有喘息的机会 但同样的 这环境对苹果派等人也不太友好 他的性吸塑 在雨中延伸不了太广 而他们即将面对的 是一群手持黑兵 制式枪械的黑兵 简直就是绝境中的绝境 绝境吗 祝师九的思绪 忽然间飘回最初 接触到黑兵的那段时间 在大学校园的小树林里 他跟几个黑兵短兵相接 自己手上只有攻势可用 并且还是孤身一人 而现在自己的手上的武器是枪械 身边还有几个精英黑兵级 以及黑兵级强者同伴 真的是绝境吗 比当初的情况好多了 几人找好掩体 苹果派和杜飞 各自找了一棵大树攀爬上去 在茂盛的枝鸦间 隐藏好身形 祝师九则是带着徐峰 随意找了一棵树 隐藏在树后方 徐峰深呼吸一口气 猛地一吹 用气息破开胶带的舒服 勉强能够出声了 他对祝师九说道 你准备就这样 让我观看你接下来的表演吗 祝师九瞥了徐峰一眼 没把你打晕埋起来 就已经很不错了 徐峰说道 别忘了 现在的发展 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所以我现在跟你的厉害关系是一致的 我们都想逃离包围圈 但是如果你把我捆绑束缚起来 之后见到黑兵 就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 还不如解开我的束缚 给我易容一下 如果遇到其他黑兵 我还能配合你演戏 祝师九冷笑一声 徐峰 你知道我在跟你的交锋中 学到的最关键的一刻是什么吗 徐峰皱眉 那就是 不要跟着你的思路走 我已经明白了 你在有所计划的时候 会考虑到各方面的每一步 合理与不合理 正常与异常 可能与不可能 种种情况 都在你的设想范围之内 所以 哪怕你在这期间提出的建议 有多么合乎当下情景 只要我采纳了你的建议 我就会陷入你的计划之中 就像当初我选择跟你合作一样 时至今日 我依旧无法摆脱你的算计 被你的布局牢牢束缚住 我已经明白了 这样是 逃脱不了你所设下的局限的 徐峰挑眉 所以 你准备处处违背我提出的建议 祝师九摇头 不 那样的话 仍然是可以预测的 依然避不开思维陷阱 所以 最好的跳出计划之外的做法 就是无视你的存在 这样 你的思维就不会对我形成半点干扰 徐峰微笑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啊 你确定 你能完全避免我的影响吗 祝师九盯着徐峰 你认为我为什么捆绑住你的手 用胶带贴住你的嘴 你以为我是真的想限制你的行动吗 不 就是为了消弭你的影响 让你闭嘴 说吧 祝师九重新上前 将徐峰嘴上的胶带贴好 闭嘴巴 徐峰 没了徐峰的干扰 祝师九就连心情都变得舒畅了许多 跟苹果派和杜飞不一样的是 他的信息素已经强到了 完全可以无视这场雨的干扰 哪怕雨中的信息素再过分杂 他也可以将自己的信息素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并且操控自如 在他的感知中 四周的黑兵都在向中心圈收缩 这是一种名为圆形搜索法 的侦察方法 最开始划定一片区域 派遣人员包围区域后 从外向内收缩检索 直至收缩到中心点 若没有发现 则进入下一片区域进行同样的操作 此法专门用于围堵敌人 祝师九在侦察课上有学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若再不尝试突破 那么他们将面对四面八方的手持黑兵 致使枪械的敌人 苹果派和杜飞待在树上没有动作 这反而顺了祝师九的心意 他们最好不要发出半点声音 这些黑兵交给他就行 只不过在此之前 祝师九回手一个手刀 再度击晕徐峰 徐峰的身体素质也有精英黑兵级 昏迷状态持续不了太久 估计很快就会转醒 所以他只要在这段时间里 解决那些黑兵就行 祝师九脚步轻快地将徐峰扛起 攀上一棵树 将徐峰放下 徐峰左右两侧的树上 有苹果派和杜飞 他们就是最好的看护者 做完这一戒后 祝师九飞快下树 以极快的速度冲入了羽目之中 树上的苹果派 表情凝重地看着消失在远处的祝师九 你难道 这家伙 不会丢下我们跑了吧 另外一棵树上的杜飞 听闻此言表情淡然 别动摇 别怀疑 只要相信 他就行了 你以为我是如何在与黑兵组织敌对的情况下 活到现在的 苹果派不说话了 鹰鬼感觉哪里不对劲 他的信息速在精英黑兵之中 也算排得上一流 所以他在察觉到不对劲的第一时间就挥手 示意所有队员停下 怎么了 队长 安静 停下搜索 鹰鬼面无表情道 全员禁止 雨水噼里啪啦地 砸在黑兵们的头盔上 脸上制服上 发出利落却嘈杂的白噪音 当周围只剩下这种声音的时候 其他杂音就很容易分辨了 鹰鬼侧耳听了一会儿 随后转头望向一个方向 有人在高速接近这边 虽然脚步已经收敛到很轻了 但毕竟 现在是下雨天的泥地 是能够听到并分辨出来的 是敌人吗 队员们没有质疑鹰鬼队长的判断 大概是 鹰鬼说道 挥手做了一个手势 战术站位5 队员们收到 快速分散开来 在各处的术后 形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站位 鹰鬼则是 停留在原地没有动弹 众人都做足了准备 等待敌人的到来 鹰鬼判断 不出来人是敌室友 但他可以清晰地感知到 来人的性吸速收敛能力很强 高速移动 并且还特意收敛性吸速 光是这两点 就可以判断对方的立场 毫无疑问 是敌人 半晌后 鹰鬼移动脚步 将身体藏于一棵树后 从树后露出半个身子 枪口指向了前方 很快 连眉的羽目中 有身影突兀地浮现了出来 身穿便装 脸上戴着一个青蛙面具 武器是普通的步枪 鹰鬼二话不说 连半点迟疑都没有 直接扣动了扳机 还需要跟对方沟通 确认身份吗 无论是谁 故意遮掩面貌 出现在这里 肯定是有鬼 白色的激光 从枪口击射而出 在羽目中 瞬间射开一条通路 极高的热量 将落下的雨水 蒸发成飘渺的雾气 最终洞穿了 一棵大树的树干 躲开了 鹰鬼看得清清楚楚 在他开枪的一瞬间 此人调整动作 精准而又优雅地 躲开了他这一枪 并且在躲开这一枪后 对方的枪口也抬了起来 准确地瞄准了他这边 闪避的同时 立刻锁定了我方位吗 鹰鬼确信 自己性吸速收敛是没问题的 哪怕在开枪的瞬间 自己的性吸速 也没有半点泄露在 他的感知中是这样 所以 敌人能够闪避开 他的第一枪的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 对方的性吸速感知能力 超出了他的认知 碰 鹰鬼躲进树后 敌人的这一枪射空 他没有犹豫 判断出敌人实力强大后 再以身作耳 就太愚蠢了 他朝着左右两侧 做了一个手势 下一刻 数名黑兵从树后冲了出来 每个黑兵的枪口 都闪耀着白色的激光 刹那间 林子里白色激光 炸开了一阵闪光 第856章 包围网的缺口 数名黑兵枪口 即射出白色激光 在箭大的雨室中 蒸腾起缭绕的水雾 在这片雾中 一个身影 几乎是在瞬间 就做出了反应动作 白色激光的去向不明 不知是否击中了敌人 空气中弥漫烧灼的胶位 几棵大树被激光射中 仍留下星红的火光 却又很快被雨水浇灭 向场中曝气其阻碍视线的白烟 这一下更加难以用肉眼辨别了 鹰鬼却在这时大喊 不要停 继续 他们认为敌人不可能 在那一瞬间存活下来 但他们还是继续扣动了扳机 由于枪械有冷却时间 黑兵们互相配合 互相衔接射击 同时配合着封锁周遭 一切可能的闪避空间 鹰鬼却没有丝毫放松 他紧盯着场上 性吸塑不断朝着场上扫描 全力放开 无感去感知场上的一切 没有血腥味 也没有感知到 任何性吸塑泄漏的气息 这意味着 敌人依然毫发无伤 虽然很不可思议 但这就是他感知下的事实 这是一个实力强大到 超乎他想象的男人 白光炸开持续了大约两分钟 这时间看上去很短 但在这期间 数十名黑兵 已经连续开枪数百发 就算是一只苍蝇 误入他们集火的区域 也会被灭的 连渣渣都不剩 鹰鬼这才犹豫了片刻 挥手示意全员停火 他有些怀疑自己 感知出错了 在雨中 他的性吸塑感知能力有所下降 这倒也正常 持续两分钟 都没有感知到敌人的半点气息 他怀疑 是现场的硝烟气息 误导了他的感知 白光散去 原本亮如白昼的集火区域 煞时间恢复了沉重的黑暗 夜幕重新光顾这片区域 现场形成一片大雾 黑兵们虽然停火 但依旧持枪警戒 十秒过去 场内毫无动静 黑兵们端腔屏息 二十秒过去 现场嘈杂的 依旧只有噼里啪啦的雨声白噪音 就在秒针 跳到第三十秒的某一刻 浓雾稍微消散了一点 有个眼见的黑兵 看到了浓雾之中 出现了一个战力的身影 小心 第二个字才刚喊到一半 突然之间 一枚子弹 如一把利剑一般刺开浓雾 在空中拖曳出长长的尾迹 咻的一声 在试图闪避的黑兵脑门上 留下了一个血洞 黑兵倒地 随之而来的 便是骤然间炸响的枪声 砰砰砰 每一个准备扣动扳机的黑兵 都被浓雾中射出来的一枚枚子弹 精准命中要害 短短数秒内 已经有超过五名黑兵倒地 鹰鬼大喊 寻找掩体 突然之间 他也感知到了 浓雾之中 那头怪物传来的死亡威胁感 第六感预警之下 鹰鬼将脑袋向右结了一偏 同时身形飞速向后退去 一枚子弹 擦着他的脸颊而过 只要漫上片刻 他的脑袋 就会像其他的黑兵一样 精准开花 剩下的黑兵 都纷纷找到了掩体 鹰鬼同样躲进了一棵树后 喃喃自语 竟然没有杀死 这混蛋太强了 鹰鬼在躲进掩体后 顺手在通讯器上操作了一下 向周围的搜寻黑兵 发布了自己的定位 打不过就球员 这是惯常操作 枪声停下 鹰鬼听到了对方换蛋的声音 按理来说 现在应该把握好机会 趁着对方换坛去攻击对方才是 但鹰鬼却没有贸然动手 他不认为 敌人会给他留下这么大的破绽 鹰鬼也趁机观察了一下剩下的队友 然后又发现了一个事实 死掉的都是一些性吸塑水平偏低的黑兵 原来如此 他是趁着刚才被集火的那段时间 在闪避的同时 感知并锁定了一批性吸塑水平偏低的黑兵 这样才能够在大家都停火的时候 在浓雾之中开枪精准干掉他们吗 同时 他自身的性吸塑却遮掩得很好 哪怕他确实用性吸塑 锁定了那些低水平黑兵 他们也没有感知到 不 鹰鬼很快又想到了 刚才自己躲开的那一枚子弹 重新修正自己的猜测 可以推测出 敌人的性吸塑隐蔽能力 超出一般精英黑兵 至少我也被锁定了 但是我也没有感知到对方的性吸塑 真有这样的人吗 就算是一重 性吸塑锁定他们黑兵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感知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所有黑兵都隐藏在掩体后方没有动弹 鹰鬼 没有强行出头 他想的是 球员信号已经发出 只要继续拖下去 这家伙 就会被到来的更多数量的黑兵包围 他需要做的 就是拖时间而已 然而 鹰鬼没有预料到的是 他听到了敌人的脚步声 并非朝着他们的掩体靠近 而是逐渐远去 敌人要走 是了 敌人应当也知道 这片林子里有大量黑兵 刚才的战斗 已经能够吸引附近的黑兵了 再不走 只是自寻死路 所以 敌人选择离开 才是正常的 鹰鬼难得犹豫了 要不要出手留下他 哪怕无法给对方造成伤害 也应该拖住敌人的脚步 让增援及时赶到 但是刚才的短暂交手 可以知道双方的实力差距 强行出头也未必有用 犹豫之间 脚步声更远了 鹰鬼猝眉 正要从掩体后方转身出去 拖住对方脚步 突然之间 通讯器传来一道通讯震动 鹰鬼被这么一打岔 还是停下了脚步 接起了通讯 鹰鬼 我是骨鸭 我正在赶往你的位置 现状如何 骨鸭 鹰鬼心下一松 连忙道 敌人刚离开我定位的地方 朝着东南方向离去了 增援在东南方向堵截 骨鸭 收到 说吧 骨鸭结束了通讯 鹰鬼呆愣了半晌 因为骨鸭不仅没有询问敌人的数量 也没有关心他队伍里的伤亡 这些应该都是关键信息啊 他本能感觉到不对 马上给骨鸭回拨了过去 然而通讯却显示连接不上 鹰鬼皱眉 敌人的脚步声已经听不见 现在就算追过去也晚了 而围堵到敌人的希望在于骨鸭 骨鸭真的能及时赶到吗 骨鸭关闭通讯 对身后的队员们说道 敌人往西北方向逃了 我们追过去 鹰鬼说的是东南方向 他跟队员们说的是西北方向 南辕北辙 队员们不清楚真相 齐声应道 收到 骨鸭表情没有半点波澜 严格来说 他没有完全背叛任务 他只是选择不作为罢了 达芬奇向他传达的内容是真是假 他分不清 但他愿意相信是真的 而就在东南方向 柱十九离开了之后 忽然间抬头看向某个方向 信息速包围网 出现了一个缺口 第857章 后手的推理 察觉到包围圈出现漏洞后 他的第一反应 不是告诉苹果派和杜菲这个好消息 而是在思索片刻后 返回了苹果派和杜菲所在的原位 幸好包围圈还挺大 在他返回期间 并没有跟黑兵们相遇 从这里可以发现 包围圈大盗 就算收到了鹰鬼的定位 增援也没法在短时间内就赶来支援 这是个好消息 这意味着 他可以用更多时间来跟搜查黑兵们周旋 可活动范围也不小 怎么样了 苹果派的声音从树上传来 柱十九迅速攀爬上徐峰所在的树 简单回答道 短暂交手了一番 但是事情有点奇怪 苹果派听了有点紧张 发生什么奇怪的事了 暴露了吗 不 战斗很顺利 我解决了好几名黑兵 但问题在于这之后 柱十九检查了一下徐峰的状态 依然在昏迷当中 继续说道 我的本意是 通过集中攻击一个地方 让包围圈的黑兵朝一个方向汇集 这样一来 就方便你们朝其他薄弱的地方突破包围圈 之后 我再想办法逃脱密集黑兵的围追堵截 但是就在刚才 我感知到了 包围圈好像出现了一个缺口 出现了 缺口 苹果派心里一惊 随后马上说道 这是陷阱 柱十九看了眼徐峰 朝苹果派 你认为这是陷阱吗 难道不是吗 围三缺一 又破敌人出逃后 将其歼灭 这不是惯常的战术吗 或许是这样没错 但是我总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我就回来确认了 柱十九说着 手探到徐峰的脑门上 轻轻一按 信息素从他的指尖探出 刺激徐峰身体信息素 发生应激反应 徐峰就好似做了噩梦 一般惊醒 快速睁开了双眼 这是柱十九发现的信息素的一个用法 他的信息素 可以在战斗中用来瘫痪黑兵的身体 自然也可以用来刺激昏迷的人 使其快速惊醒 信息素越强大者 受到信息素的刺激 应急反应就越是剧烈 柱十九没有废话 撕开徐峰嘴上的交代 直接了当地问道 徐峰 你安排了后手 帮助我们出逃 没错吧 徐峰刚转醒 本该思考一下当下的状况 但听到柱十九这个问题后 他就了解了 下次别用这么粗暴的方法 打晕 我又叫醒我 徐峰先是说了一句 怎么判断出来的 柱十九平静道 别浪费时间 我没有心思跟你玩猜谜游戏 回答是或否 徐峰 是 柱十九点头 好 那我们要逃了 既然你跟我的厉害关系是一致的 那就在逃跑的过程中 不要发出动静 徐峰摇了摇头 活动了一下身子 率先跳下大树 自然 他的双腿 依旧是被束缚着的 柱十九也跟着跳下 招呼苹果派和杜飞二人跟上 苹果派也尝试 将信息素延伸出去感知 却什么也没感知到 什么包围圈 什么缺口 他理解了 这不是 他这个信息素级别能感知到的东西 柱十九在前方带路 苹果派也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 现在关乎他的生命 他必须要问明白 于是连忙追上柱十九 贤知 我们现在一边逃 你可以你一边说明吗 为什么你知道 这不是为三缺一的战术 理由有三条 第一条 首先你要考虑的是 徐指挥长的重要性 柱十九解释到 徐峰失踪 黑兵们在密林中地毯是搜索 在始终没有找到敌人的情况下 突然出现了一个敌人 你认为黑兵们会冒险采用 为三缺一的战术吗 或许通常情况下会是如此 但此事关乎到徐峰的安危 他们首要考虑的目标是 尽可能抓住一切线索 不给敌人任何有可能逃跑的机会 为三缺一的战术 还是太冒险了 一旦敌人从包围圈缺口逃走 将会给搜查工作 带来更大的困扰 这条理由 是基于我们一直以来的行动推测得出的 在参与搜查的黑兵眼中 我们恐怕狡猾无比 纽约局势被我们一手玩弄至此 甚至就连算无一策的徐峰 都被我们成功绑架 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是会选择谨慎行事 还是冒险设下陷阱 更何况 就算是要为三缺一 这个陷阱实在是太过明显 你认为 黑兵会低估我们至此 设下这么明显的陷阱 给我们跳吗 被这么一说 苹果派 也觉得自己先前不假思索的答案 有点欠考虑了 他更好奇的是 注尸九行动为何如此果决 应该还有更多的证据 在背后支撑注尸九的行动 于是问道 第二条理由呢 注尸九说道 第二条理由在于徐峰 你也看到了吧 我才刚回来 就向徐峰验证了 他是否有准备后手 苹果派点头 看到了 那你就应该明白了 徐峰既然让自己身陷险地 并且还给我设置了后续的剧本 怎么可能会没有丝毫准备 让我夭折在第一步 所以 在感知到包围圈出现缺漏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徐峰 我认为 徐峰早已预料到会演变成这样的局面 并提前做好了准备 恐怕是提前通知了一部分黑兵 让他们阻碍搜查 方便我们逃出升天 这样一来 后面的戏码 才有上演的可能 我有异议 此时 一直听着的徐峰忽然说道 你是怎么断言我一定 留有后手呢 我为了测试你的能力 也有可能什么后手都没有准备 徐峰 你对我的好奇 恐怕从来都没有削减过吧 从我们刚认识开始 你就一直在试探我的能力限度 现在这个局面 也是你苦心故意制造而成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你要在现在这个关头进行测试 祝十九一眼看向徐峰 几乎要把徐峰看穿似的 笃定道 你被我绑架 后面有大把时间观察我 这大概是你令自己身陷险地的缘由吧 所以 你不会选择 现在对我测试 徐峰听后 不知如何作响 平静点头 这算是第二条理由 那么 第三条理由呢 第三条理由 包围圈缺口打开的位置 以及远离包围圈的那只黑兵队伍 行动太过迅速了 苹果派愣了一下 行动迅速 这也算理由吗 黑兵效率高不是常识吗 祝十九说道 从我战斗到战斗结束为止那段时间 包围圈并没有发生变化 直到那个精英黑兵开始球员 包围圈才开始收缩 所以我选择暂时撤离 但就在我撤离的时候 包围圈缺口就出现了 按理说如此重大的行动 背后就算有一个指挥官 也需要根据形势判断 该执行什么样的战术 更关键的是 敌人上处于包围圈中 是问中之别的状态 只需要慢慢收缩包围圈 就能够将其慢性杀死 所以 指挥官应该有大量时间 来思考慎重的决策才对 根本不必如此着急调令黑兵 苹果派这才恍然大悟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破绽 不过说起来简单 但是谁能够在段时间内就想到呢 至少他没能想到 而且 从那只离开包围圈的黑兵 至少又可以推测出一点 有附数队伍不听从统一调令 拥有自主决策权 同时 这也是徐峰的后手得以实现的前提 如果所有队伍都听从某一个指挥官的调令的话 那只队伍的行迹 都可以算得上是异常了 一定会引起更多黑兵的注意 其他非兵队伍并没有受到那只队伍的影像 甚至他们都好像没有注意到包围圈出现了一个缺口 原原来如此 苹果派还是第一次感觉自己像的傻子 再看了一眼徐峰 徐峰一脸平淡 似乎早就有此预料 这倒是正常 但是 他看向杜菲 为什么这家伙 也一脸淡定的样子 而且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没有说话 就算柱师九说出一环扣一环 缜密到令人震惊的推理 他的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难道说 没有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只有自己 苹果派有些怀疑人生 而就在苹果派陷入一路的自我怀疑中时 柱师九已然带着几人冲出了包围圈 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简直顺利的不像话 看样子 不止一支队伍做了叛徒啊 柱师九瞥了眼徐峰 这家伙 简直就是 在把他们当傻子 生怕他们逃不出包围圈 苹果派再度开口 接下来往哪边走 徐峰看向柱师九 虽说你说过 不会听从我的建议 但我确实知道 附近有一条隐蔽的路线 都说了闭嘴 柱师九咧开嘴笑了起来 接下来 我们返回庄园 什么 苹果派瞪大了双眼 就连徐峰的脸上 都出现了一瞬间的错愕 很明显 柱师九的下一步计划 并不在他的计算之中 苹果派再度扭头看向杜飞 杜飞依旧表情平淡 一副早有所料的模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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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